三十年前 我们生活的神奇星是一个美丽的星球 可是外星人的到来摧毁了一切 把我们美丽的神奇星变成一片废墟 不好意思 放错了 这才是神奇星被外星人摧毁的画面 因为他们拥有非常先进的科技 神奇星顿时陷入了危险 我还没开枪呢 你就倒了 这才显得外星人厉害嘛 后来 苏博士出现在神奇星 带领大家战胜了外星人 把他们赶走了 我们神奇星也开始了全新的时代 纪念神奇星保卫战胜利 文艺表演圆满结束 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 变完了 真没意思 走吧 走吧 我说不看这个吧 外星人早跑了 跟我们没关系 不 外星人并没有走 他们就藏在我们身边 乖卡卡 你有证据吗 我有 这就是苏博士当宁亲笔写的笔记 上面写着 这种假笔记满大街都是 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断 最近大都会树林里出现的神秘烟雾 还有市民失踪案 很大可能都是外星人干的 烟雾算什么证据啊 说不定是最近大都会里出现的蒙面女侠放的呢 我昨天还见到她呢 在哪排的 好厉害呀 大家怎么不把外星人当回事呢 不好了 不好了 跳跳她 她不见了 各位同学 现在出现紧急情况 请全部回到座位上 什么 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 在家长来接你们之前 大家都要留在这儿 天哪 难道失踪案件是真的 警察叔叔都来了 看来很麻烦啊 又有市民失踪了 妈妈 你别着急 警察会帮我们找到跳跳的 领阳奶奶 请您回答我几个问题 跳跳是在哪里不见的 失踪前后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有没有接到勒索电话 最近有没有得罪谁 你是谁 卡卡是个小侦探 之前帮我们破过几件案子 领阳奶奶 跳跳是怎么不见的 我带着跳跳上学 每天都要走过 旧货市场那条路 今天发现 那里的牌楼正在装修 于是 奶奶 这些不重要 直接说重点 一个黑影从房顶上闪过 然后我孙子就不见了 侦探的直觉告诉我 事情没那么简单 要去现场查一下 天啊 领阳奶奶说的旧货市场 应该就是这里 没错 牌楼正在装修 就是这儿 领阳奶奶说的屋顶 应该就是这儿吧 地上有些数片碎木 黑影 是他 小偷 终于抓到你了 透露我的古董 快还给我 你抓错人了 我现在有急事 黑影在 算了 黑影跑了 你的古董怎么丢的 还想抵赖 我早上进了一批古董碗 先是放在桌上 然后我去看球赛 回来就少了一只 装碗的箱子在哪 我把箱子 扔在后面的箱子里了 你问这个干嘛 我有个大胆的猜测 跟我来 站住 想趁机逃跑 这 据我分析 你是个粗心的人 因为心急看球赛 不小心就把古董连同箱子 一起丢了 你怎么就端丢 我很粗心 证据就在你身上 你两只脚的袜子 不同颜色 还把洗发水 在沐浴露用了吧 我一下就知道了 你吃完薯片不擦嘴 嘴上和定上 都是薯片醉木 我 我 实在对不起 这样吧 你在我店里的特价区 选一样东西 我送给你 算是向你道歉 这样不太好吧 原来你喜欢他呀 那就送给你了 不行 我还是给钱吧 哎呀 其实这就是个普通背包 放了好久都没卖出去 所以我多加了几个零 看有没有不识货的人 当作宝贝买走 你好坏啊 少废话 这背包归你了 以我侦探的直觉 这笔基本和背包 应该有关系 可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危险 小心 真的对不起 你们有没有受伤啊 发生什么事了 马里出来两只机械手 这背包还真是宝贝啊 我感觉我亏大了 谁能告诉我 这怎么启动啊 停 帮我蹲下来 你给我停下来 快别停 大都会 原来这么美啊 你又来 哇 撞鸟了 这螺旋桨到底怎么停下来呀 没电的时候就会停 没电 什么时候才没电啊 说没电就没电嘛 打上招呼不行吗 快启动滑翔伞 启动滑翔伞 是谁在说话 先回答我 是谁启动了多功能背包 原来是你在说话 这个背包是你发明的 是的 我是苏博士 好熟悉的名字 哦 是你 隔壁村卖菜的苏博博 不是 我是苏博士 苏博士 啊 大智者苏博士 写冒险笔记的苏博士 没错 天呐 我可崇拜你了 哇哦 你的笔记 我看了很多遍 都会背了 你是谁 怎么会有我的笔记 对我介绍一下 我叫卡卡 是一名侦探 我爸爸是神奇星的考古学家 这本笔记 是在他房间里找到的 这本书太精彩了 你懂的知识可真多 原来你在神奇星 这笔记是我多年前 游历神奇星的记录 花了我不少心血呢 可是为什么 写到一半就不写了呢 这事儿 说来话长 当年我游历神奇星 以外发现了一处神秘装置 这就是冒险笔记最后的记录 我研究了几天都没有进展 于是想试试能不能提供装置 结果被吸入了时空错乱的一余空间 我一直尝试向外界发信号 终于有一天收到了回应 可是 可是怎么样 通讯器传来了奇奇怪怪的语言 我完全听不懂 没想到今天你启动了多功能书包 我终于又收到了信号 实在是 怎么回事 信号要断了吗 没有 是我后路有谈而已 我获取宇宙信息得知 捣猎团又要卷土重来了 他们已经派人潜入神奇星 我的猜测是真的 那怎么办 笔记上有一个警报器 跟背包互通 只要侦测到外星物体的磁场 就会响起警报 是那个黑影 看来他们已经到达神奇星了 时间紧破 卡卡 我先把背包的功能和使用方法跟你说明 但背包的人工智能不太成熟 而且放置了这么多年 可能会有失灵或者不听使唤的情况发生 只能靠你自己慢慢摸索了 真的是这样 明白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苏博士 你快回来 我们一起把外星人赶出去 卡卡 我现在没法回到神奇星 团结星球各个族群对抗银河盗猎团 这个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你能做到吗 我 警报器的声音越来越大 看来盗猎团就向我们靠近 不 那是我闹钟的声音 提醒我要睡午觉了 毕竟上了年纪要助于科学养生 卡卡 拯救神奇星的使命就全靠你了 你一定 看来信号真的断了 神奇星这么美好 绝对不能让外星人把他毁了 我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护大家 启动螺旋脚 有了这个背包 再也不怕累了 全速前进 哇 停 还是不要那么坚速了 看来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试用这些装备 是这里了 可恶的外星人 看我神探卡卡 从天而降 来 放下坐了 总算成功降落 有情无险 就在这附近了 救命啊 救命生 在哪儿呢 爬到高处看看 救命啊 不好 是那个黑影 我的笔记 你是谁 我就是来抓你的人 大侠在此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盲面有侠 难道他就是那个黑影 传说中的蒙面女侠 竟然是盗猎团的同伙 看招 我要翻火了 给我三秒钟 马上解决你 还不到三秒吗 可恶 要想个办法才行 看招 晕了吗 你被骗了 原来你也是老虎 真是虎族的耻辱 你居然做出绑架失明这种谱道 看来我们是互相误会了 其实我跟你一样 也在找失踪案的凶手 为什么你也有机械臂 你看 这机械臂都不听我的 你觉得我能用它抓到市民吗 也对 抱歉 是我误会你了 我叫琪琪 是一位武者 我是来大都会修炼的 并且行侠仗义 我知道你 大家都叫你蒙面女侠 这个名号倒是不错 我喜欢 我叫卡卡 是一名侦探 经过一轮科学而严密的侦查 我已经查到失踪案的幕后黑手了 那幕后黑手是 是外星人 你是说 多年以前的银河盗猎团 现在又卷土重来 绑架神奇新世民 对对对 终于有人相信我了 太激动了 我信你个大头鬼 这个星球上哪还有外星人 你根本就是在耍我 我以我天才震探的头脑发誓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会证明给你看 这个就是外星人警报器 只要有外星人靠近 就会发出警报 警报器 看不出来 你不信的话 就尽管跟我来 刚刚要不是你突然跳出来阻止我 我早就追上他们了 糟糕 他被你打坏了 啊 我要发火了 你现在找不到证据 所以找借口关到我头上了 我卡卡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 你等着 天哪 有什么大发现吗 有了 是羚羊弟弟的学生证 我知道外星人去哪了 据我分析 这个外星人喜欢吃薯片 素质还很差 你怎么知道的 依据有两个 第一 他随地丢垃圾不讲卫生 第二 这些垃圾大部分都是薯片袋和薯片碎 证明他喜欢吃薯片 那你怎么确定这是外星人吃的 很简单 一 大都会没有这种薯片 第二 包装材料很奇怪 据我推断 不是神奇星球的 第三 这薯片闻起来像发臭的垃圾 这种奇怪的口味 我们神奇星没有 第四 我在羚羊弟弟失踪的现场 也发现这种紫色的薯片碎末 所有线索串起来了 你等等 你说得太快了 看来这家伙是一边走 一边乱丢垃圾 所以这些垃圾才会指向同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 这些不起眼的薯片碎 反而成为了我的路标 你给我说慢点 我头都大了 这么简单都听不明白 我真怀疑你的炙烧 这老虎真让我火大 说起来 你为什么那么关心市民失踪 行侠仗义 就是我闯荡江湖的意义 那你呢 这家伙 要不要那么正义凛然啊 好老土 那句话就像电视剧对白一样 寻找真相 就是我天才大侦探的工作 这家伙真是紫大狂 不过 好像要有点本事的样子 既然如此 我们赶紧追上去 等等我 看你若不禁风的样子 最后外星人打起来还得靠我 我是用脑袋好吗 看你这个武痴一根筋的样子 没少被人骗吧 怎么会这样 线索到这儿怎么断了 肯定是你推理错了 不可能 我的推理是不会出错的 我可是天才大侦探 是吗 外星人会藏在这儿吗 有吗 在这儿吗 难道外星人会藏在墙里吗 等一下 你说的没错 就藏在墙后面 什么 这堵墙敲出来的声音不一样 据我分析 是假墙 牙好疼啊 还是看本女侠的吧 失踪的声音都在这里 不要发火了 可恶的坏蛋 我们快点把他们救出去 小心 为什么定我 这 这是什么怪物 是外星飞船 石座暗的真凶就是他 真的是外星人干的 我想到一个办法 你真的是虎族吗 太丢人了 我的特长是动卯子 不是动手 女侠在此 还是交给我吧 旋风扶椎 快闪开 我解决它了 你搞错了 那是我的极限币 得尽快找到它的弱点才行 如果我飞起来 能不能对付它呢 我只是说如果 不是真的飞啊 背包大人 你真的要改进一下 差点就撞到电线了 电线 我有办法了 琴琴 跟我来 他追上来了 还唱一点点 琴琴 准备看你的了 交给我 他背高了 正合我意 就是天段 尝尝多压这种姿势吧 这一季传球精彩 中锋突破防守 即将射门 上 上 上 怎么突然停电了 成功了 给我三秒 解决它 啊 赶得逃了 还是先去解救被绑的市民要紧 嗯 没错 我来报警 咱们分头行的 好 啊 飘飘 你感觉怎么样 我 我有点转不过气 卡卡同学 请问你是怎么救出被绑市民的 我是从外星人手上救回大家的 多年前入侵神奇乡的外星人 银河盗猎团就卷土重来了 大家一定要小心 呃 外星人 对 他们把市民迷晕后抓走 我们用电机破坏了他们的飞船 可惜还是让他们逃走了 嗯 嗯 你有外星人和飞船的证据吗 没有 嗯 你在笑什么 啊 今天是星球微笑日 来 大家都笑一笑 好了 背好书包回家吧 我说的是真的 嗯 嗯 好好好是真的 嗯 请这位同学跟我们说一说当时的情况吧 你不会也想说外星人吧 我 哦 哦 我 我是一名舞者 我要努力修炼 战胜外星人 真是个爱开玩笑的姑娘 我们继续看看警方的说法 嗯 嗯 哦 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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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灰心 为什么大家一直都不相信我呢 我们抓住外星人证明给他们看 都怪我 要是留下外星人的证据就好了 多亏了你才找到 还打跑了他们啊 可除了你 他们都不相信 苏博士说过 银河盗裂团的阴谋 是要占领神奇星 我们要让大家团结起来 把外星人赶出去 就让我来阻止那些外星人吧 你呢 那还用说 我可是个行侠仗义的舞者 小炕的这两只小老虎 居然激入了我们的飞船 小心而已 迟早都逃不出我的九掌心 没错 要磨步大人的英明领导 下次一定能成功 嘿嘿嘿嘿 我们迎合道内团711小队 一定会回来的 卡卡 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 银河盗裂团啊 依我看 他们应该还在大都会附近 只是不知道 他们具体的位置 可惜 解放器被你踢坏了 你这是怪我吗 喂 小心啊 卡卡 叫你走路不要看出 撞到人了多危险 唉 到底该如何做 才能找到银河盗裂团呢 哼 我说大侦探 对付银河盗裂团的事 就交给我吧 我用虎圈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那你知道 他们现在在哪儿吗 不知道 啊 但我相信 他们迟早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看来你真是一个负折不扣的舞痴 嘿 嘿 嘿 你说谁吃 啊 这是赞美 啊 嗯 嗯 那家伙很可疑 嗯 琪琪 你说得对啊 啊 他们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那不是外星人 只是河马 琪琪 可不能以貌取人哦 我觉得就是你多疑 嗯 走了 哪飞上去 一份商务套餐 饮料的 咖啡 小孩子能喝咖啡吗 嗯 你说谁是小孩子 你哪只眼睛看出我是小孩子 小孩子会自己来吃商务套餐吗 嗯 抱歉抱歉 您请坐 我马上去准备套餐 先上咖啡 好好好 我马上来 嘿嘿 小孩子还想装大人 看我把你抓回去 降给团长大人 就让你试一下 我给你调制的 银河道列团特制咖啡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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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不要突然在我背后出现 会吓到我的 你们 嗯 我的包包 这可是宇宙限量款的名牌包包 你们 这工作我不干了 嗯 别别别 快三四郎 快给莉莉莎道歉 呃 弄脏你的心包包 真是对不起 呃 我们要团结嘛 来 我们再摆一次排列的那个登场造型 嗯 为了银河星际资源的分配 为了收藏宇宙最美的珍宝 穿越银河火线 银河火线 凝聚暗黑力量 脱步 莉莉莎 莉莎 三四郎 祖传下来的绝密葫芦汤终于配好了 不管是谁 只要喝了这口葫芦汤 都一定会立刻睡到大葫芦 放弃抵抗 嘿嘿嘿嘿嘿嘿 调好了 波波队长 嗯 给我好多拍 这是要交给团长大人的 是 波波队长 接下来 亲爱的团长大人 您将亲眼见证银河斗猎团亲摇摇小队 在我波波的带领下 巧妙捕捉巴铃虎的完美过程 他们要开始行动了 我们赶紧过去阻止他们 等一下 让我想想 还要想 赶紧行动吧 想到了 我们分头行动 计划是这样的 明白了 只需一滴葫芦汤 那只巴铃虎就会 一滴不够 至少得五滴 你不早说 这段崇拜 只需五滴葫芦汤 里至巴铃虎就会 喂 你在干嘛呀 谁呀 好难喝 我是不是要睡过去了 我是不是要睡了 你们的咖啡怎么这么少 是浓缩咖啡吗 这就是你完美的计划吗 怎么样想百出 给我站住 小朋友 别喝 是 谁是小朋友 当然是你呀 小朋友 你见过哪个小朋友 会喝咖啡 我就让你领教一下 成年巴铃虎的气魄 别喝 千万别喝 既是乱家酱料的自来水 而且还放了葫芦汤 喝 我的宝宝 你一碗没碗 干嘛抢我的咖啡 小朋友 我都说了 那不是咖啡 你们要为弄脏我的宝宝而付出的爱价 我怎么还没睡着 这是什么 这是空巾球 把你们这些小动物 永远禁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 禁闭 永远禁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 我开玩我 你三楼 站住 站住 看来你们外星人很缺乏顿链呀 拜拜 臭 臭小子 臭小子 我也会滑 哀 翼 你跑不掉的 你追不上 有了 拜拜 拜拜 我的屁股呀 臭小子 你回来 束手就擒吧 没有空拟球了 办法多的是 食物可不是拿来浪费的 让我来将它们全部归位吧 这些烂了不能吃的 就送给你吧 七七 没事吧 没事 怕手上那个球球 嗖的一声就把那只小老虎抓走了 放心 我会把它救出来的 看你的球拍怎么把这将药打回来 我的脸 眼睛好烂 脸好滑呀 腰力越来越厉害 站都站不稳了 让我来 为了迎合倒立团七夭有小队的荣耀 我一定要抓到你这个捣蛋鬼 看样子只能先撤退了 大猫臂 牵球去吧 看看 刀扯的小老虎在那个球里面 走啊 走啊 如果那球掉底下主动 就脚会回来了 我来 就差一点点 让那些外星人把它打开吧 人呢 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让我看看 这应该是三位数字的密码锁 是什么呢 亲爱的团长他人 接下来您将青眼坚持银河倒立团 七夭一小队 在我波步的带领下 巧妙捕捉巴黎虎的完美过程 应该是这个 密码果然是这个 这是什么黑科技 我要好好研究研究 小朋友 你没事吧 都说了我是成年的巴黎虎 不是小朋友 我们巴黎虎虽然身材矮 但志气高 不要把我当成小朋友 是是是 身材爱志气高的成年巴黎虎先生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才不会跟小孩子斤斤计较呢 不过 我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 我叫贝贝 是个工程师 我叫琪琪 是个舞者 我叫卡卡 是个侦探 你干嘛替外星人收拾车子 凭我侦探的直觉 我认为这餐车 不属于外星人 终于被救出来了 那三只奇怪的河马 嗖的一声 就把我困在了 奇怪的空间里面 动都不能动 谢谢你们 救我出来 河马先生 你没事就好 为了感谢大家 我却做顿好吃的给大家吧 好 我们都了 竟然失败了 伟大的银河道理团名声 不能毁在我的手上 团长大人 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吗 团长大人 这个任务都非常顺利 只是出现了一点点意外 到处我们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真的差那么一点点的 团长大人 你可以看看视频记录 真的只差一点点就成功了耶 你们找到非常好的猎物 您的意思是 只要我们抓到了这两只 任务失败的事情就既往不咎了吗 团长大人 伯母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拿下那两只小老虎的 您就放心吧 看来 是时候亮出的秘密武器了 说 卡卡 我有个问题 一直想要问你们 是什么 我一直以为 外星人侵略神奇星的事情 都是传说故事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说什么都不会相信 外星人想卷土重来 那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呢 其实 在苏博士所写的冒险笔记里面 记录了很多相关的内容 只是 大家都不再相信 这是真的 我还跟苏博士通过话呢 他让我通知神奇星的各个族群 当心外星人卷土重来 嗯 其实 我也想过 外星人 可能一直都在暗中关注着神奇星 只是 一直找不到证据去证明 贝贝 你跟他沟通居然毫不费力 卡卡 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 外星人潜伏在我们身边 我在小的时候看冒险笔记 就在想这个问题了 只是一直没人相信我说的话 我也有想过 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 他们的科技水平 应该比我们神奇星高很多 对啊 你看 就像上次 他们用的空间球 完全超出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 我想研究一下 我也想研究一下 看看 他们用的是什么科学原理 嗯 这个给你 我们一人一个 慢慢研究 嗯 哎 真是搞不懂这些理科男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有意思 这是我发明的电子干扰装置 哇 听起来很酷 可惜 我试了很多办法 都没能成功启动 现在 只能当成废品 丢在一边了 好了 别浪费时间 弄这些没用的废品了 我们继续玩废盘吧 嗯 你知道吗 只要利用好 废品变为宝 嗯 是是是 你说的对 嘿嘿 我可以拿去研究一下吗 也许 它也能变成宝物哦 当然可以了 喂 卡卡 你在吗 接着 啊 啊 想逃的话 就只能趁现在咯 三四郎 你真会开玩笑 这无人机有自动追踪功能 他们怎么可能逃了掉 嗯 你们几个居然还敢找回来 你是被我教训的还不够吗 啊 哎呦 人家真是好害怕哟 嗯 这女生好凶 好聪明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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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看看 是谁教训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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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哦 哦 嗯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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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禁闭在这小小的空间内 小小的空间内 小小的空间内 快跑 贝贝等我 来玩叠叠乐吧 好意 看招 喂 能听到吗 贝贝 你怎么样了 话说要是我们被关进了激光笼里该怎么办呢 干嘛问这个 我有种预感那样的事情会发生 乌鸦嘴 不怕了 只要输入逃生密码 笼子就会打开 但是 在笼子里设置逃生密码 会不会很矛盾啊 这不是明明给它设置逃跑的机会吗 不会的 因为输错密码 它就会自爆 还好没乱按 密码会是多少呢 我真厉害 好了 这是 喂 卡卡 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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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想告诉我 可是这个通讯器时好时坏 不过 得先解决那个麻烦 有什么东西 可以干扰无人机的动向吗 不是有吗 有了 只要修好这个 就能干扰无人机的信口 这么复杂的电路 却设计得这么完美 贝贝先生可真厉害 电路没问题 看来它是缺少运行程序 这样 这样 然后这样设计 哇 电子干扰装置居然修好了 但是得把它放到无人机上面才能奏效 现在这么快 我可用不住 我想到了 请送我选角 它果然跟上来了 那就刚好中劲了 哇 成功了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我说过 你永远逃不掉的 逃不掉的 逃不掉的 救命啊 放过我吧 过来啊 我救你 我躲 卡卡 干个漂亮 琪琪 你还好吧 怎么不小心被它们捉住了 我没事 看我怎么收拾这般可恶的外星人 密码是多少 1024 2048 1024 2048 密码错误 密码错误就会自爆了 团子王 你个笨蛋 呦 呦 贝贝先生 我的通讯器坏了 联系不上苏博士了 你能帮我修好吗 零件彻底报废了 看来必须换一个 我们可以去考拉市场看看 那里是大都会最大零件最多的一个市集 应该会有这种零件的 哇 考拉市集 听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那我们快走吧 嗯 这就是考拉市集 里面应该有我们想要的零件 贝贝先生 考拉都是睡着做生意的吗 没错 你就当这里是一个完全不自动的自动贩卖超市吧 卖通讯器 零件 贝贝 你看这些零件行不行 就是这个芯片 就是这个芯片 有了它就能够修好你的通讯器 卡拉婆婆 这个怎么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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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 嗯 五十五 哦 哦 你是优先 站住 干嘛 是我们先买的 这个芯片应该归我们 买东西 本来就是拼水手快 你们的手速这么慢 也怪不了别人呢 哼 你那不是快 你那是巧 哼 哼 速度快就被你说成是巧 照你这么说 全世界最有理的就是蜗牛咯 好了 你们不要吵了 不如我们叫摊主拼拼拼 好 可拉婆婆 你评评理 究竟是卡卡先买的 还是那位花豹小姐 我叫花花 哦 还是花花先买的 我 睡着了 既然可拉婆婆没法评理 那么只能我们彼此协商了 还协商什么 就归我了嘛 不许走 你再拦我试试 看你拦不拦得住 你这速度慢得跟蜗牛似的 不如背个蜗牛壳 慢慢爬吧 你急了 再去的蜗牛也快不到哪去 不许叫我蜗牛 我没空陪蜗牛在这浪费时间了 再见 别跑 奇奇 别追 可他抢走了我们的芯片 不 他也是花了钱买的 奇奇 我们没必要为了一个芯片证来争取 我知道 我只是看不惯他的态度 这么大一个市集 不会只有这一个零件吧 那我们继续去找零件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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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晕哪 我的零件呢 怎么变成蜗牛壳了 你们豹子才是蜗牛变的 快把那个蜗牛壳背在背上吧 蜗牛豹 蜗牛补 我不会放过你的 哇 这么大的草帽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都跟我们三个一起戴了 老板 草帽怎么买 怎么什么都是五十五 是谁 小偷 哪里跑 又是你 这次又想怎么样啊 我要缩身 拿回我的零件 不敢让我搜 就证明是你偷的 你不要欺人太善 有来过去的针板 蜗牛 终于让我抓到了 你扶不扶 注意啦 这些老虎都是小偷 大家看好自己的东西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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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叫他 蜗牛老虎 再见啦 你站住 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站住 把话给我说清楚 这 什么情况 看来 我们被花花误会了 不过 我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我们还是追上去吧 嗯 给我抓住 我不擅长那里跑 再跑下去 我会吃亏的 在蜗牛虎里面 你算最快的 你干嘛说我是小偷 怎么 你还想狡辩吗 下来 把话给我说清楚 起热太晒 你下来呀 你上来呀 你给我下来 有本事 你就上来 你给我下来 下来 别扯啊 上面布满了钩子 会伤到自己的 呃 卑鄙 呃 不是我干的 嘿嘿嘿嘿 你们中了我的技了 呃 不是我想出来的计划吗 嗯 这不是重点 偷走零件的是我们 虽然那零件对于我们来说 一点用都没有 但是 只要能引得你们老虎和豹子 相互打架就行了 你们是谁 为了平坑星际资源的分配 为了收藏宇宙最美的珍宝 穿越银河火线 凭居按黑力量 活泼 雷鲫伤 三四安 安 银河到烈海 机友谣小队 啊 又是你们 嘿嘿 等你们累了 就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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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他打感觉是浪费丹药呢 嗯 更换目标 啊 啊 啊 你在干什么 谁让你替我挡的 武者不能见死不救 三次来 你怎么偷懒 我在想齐招呢 啊 啊 不好 啊 嘿嘿嘿嘿 我的奇招不错吧 还不是因为我领导有方 别放松 继续上街 嗯 嗯 齐齐 加大火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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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弹药了 三四郎 快给我后背弹药 嗯 给我后背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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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叫你准备的 我交给莉莉莎了 我放在你中面了 嗯 齐齐 用纳草帽 送外星人回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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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他们真的是外星人 我以为盗猎团的故事只是个传说 嗯 是真的 我们为了阻止他们在神奇星上做坏事 才需要那个芯片的 花花 这是专业通信器的高精度芯片 你也有这样的通信器要修理吗 哦 这不是电视机的零件吗 当然不是 你搞错了 电视机的零件是这种才对 哎 那我搞错了 这个东西你们拿去吧 卡卡 零件有了 我马上给你修通信器 螺丝刀 有 电焊笔 有 这里有点暗 用电筒照一下 好嘞 修好了 太好了 我来试试 联系一下苏博士 你会修理机械和电器 嗯 那你能留在卡拉什吉吗 啊 为什么 我们这里缺这样的好手 留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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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下来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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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苏博士 卡卡 无银草原 无银草原 喂 苏博士 唉 无银草原 苏博士要我们去那儿干嘛 卡卡 无银草原 从卡拉什吉去无银草原 要走好远的路呢 你们要去无银草原吗 这是我们花豹家族代代相传的山林地图 沿着走地图上的小路 总能很快到达无银草原了 谢谢你 华华 别客气 再见了各位 再见 祝你迷你出现了 啊 那边有银草原 难道是道雷团其中之一的脚印 有可能 我就知道我不会做的 哼 运气好而已 银草原还清晰 看来没走多久 我们跟上去看看 嗯 哇 哇 好大的菠萝啊 快上去好好吃啊 偷菠萝的小偷 终于捉到你们了 你误会了 我们是追查外星人才追到这里 他们坏事做尽 极大可能才是你说的小偷 呵呵 你骗谁啊 我长这么大 从没见过什么外星人 你们连撒谎都不会 哼 你有证据吗 哼 无缘无故就冤枉别人 祖先说的对 熊族都是不讲道理的 我们熊族怎样 还轮不到你们老虎说 我们祖先说虎族都是阴险狡诈之徒 你们一定是小偷 我还觉得你贼很捉贼呢 不然怎么会被吊在树上 我只是一时大意吧 好厉害的爬术技能 谢谢 你说你不是小偷 可你脸上明明戴着小偷眼罩 什么小偷眼罩 我是眼镜熊 这是我特有的黑毛 这里的菠萝都是我种的 因为最近有菠萝被偷走 我才设下各种陷阱来严防死守 你们虎族才是小偷 我们才不是小偷 我叫卡卡 是一个侦探 她叫琪琪 是一个污者 我们是追踪可疑的外星人 才追到这里 如果你相信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找出真正的小偷 如果我们没找到 你想怎么惩罚我们都可以 好 一言为定 我有一些关于案子的细节 想要问问你 等等 我要先给小可浇水 小可是谁 就是她呀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菠萝吗 什么普通菠萝 这是我的宝贝菠萝 每一个菠萝它们都有自己的名字 小可 多多 翠翠 我不但给菠萝起名字 还会照顾它们的各自不同的喜好 多多只能浇清晨六点收集的露水 而小可要去忙每天日照时长 才能保证甜度 你们怎么能睡着 抱歉 我们还是回归正题吧 这才对吧 这个菠萝叫香香 只喜欢喝泉水 停 我是指回到偷菠萝的案子上 我想去施发地看看 不行 那里是重点栽培的菠萝 我才不会放老虎过去 可是你不带我们去 我们怎么找线索帮你捉小偷 嗯 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请广问 但我绝不会带你们去那里 你故意不配合是不是 你到底想不想捉小偷 你 你 你什么你 不服吗 你居然再来了我信心招呼的小巴 啊 祖先说得对 你们虎族都是不懂尊重 只会破坏 我决不饶了你们 祖先说得对 熊族都是不小道理 只会乱发飙 他快狂了 我们不要硬碰 走为上级 小偷 给我站住 他爬树技能很高超 我们要小心 看看小心 可恶的狼虎 好小滑的火铜 我们一直逃越不是办法 啊 那边波罗大都没摘 我们过去躲着 我想 寒寒顾着波罗不会乱来 一切等他冷静下来再说 好 我知道你们在这里 你们给我等着 可恶的老虎 你们给我出来 找到你了 幸好我几重生智 啊 这里是案发地点 没想到我们误打误撞 跑到这儿了 口红印子 是个女生 三组脚印 这个又大又深 应该是个胖子 最后一个小偷 脚印小 而且身上还有黄色的毛 哥哥 你听我说 我知道小偷是谁了 我才不相信老虎 你看地上的脚印 三组脚印深浅不一 说明脚印不止一个 而是三个 而且其中一个是三个套 这一个是小偷吃上的波罗 上面还有纯高印 这边有一个是女小偷 另一个在身上有着黄色的皮毛 三个一组 其中一胖印还有一个身上的毛是黄色 这个组合正是银河盗猎团 银河盗猎团 卡卡 我没事 我们跟银河盗猎团交手过很多次 对他们了如指掌 总之 我知道小偷是谁了 今晚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偷火波罗的小偷 真的是外星人 现在说再多也没用 等抓住就知道了 机关测试 等刀猎团走进陷阱 就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 我听到了脚步声 好像有人来了 我们去把陷阱还原 我们前几次抓动物都失败了 这回得改变策略 我们要研究他们爱吃的水果 然后用技术改变水果的基因 让神龙星的动物沉迷我们的基因改造波罗 送上门来 省得我们去抓 队长想得真周到 说不定还能大赚一笔呢 但我们还需要更多更好吃的波罗来做实验 前面的波罗好像就很好吃 小偷果然是一胖一女一黄毛 一定要叫你们有来无回 又到了给波罗削皮的时候 交给我吧 好吃 好吃 不过我们要找最最好吃的 太可恶了 好疼好疼 好疼好疼好疼 原来有陷队啊 别动 又是你们 我们才想问你们 不止抓动物 还要偷波罗 好疼好疼 好疼好疼 不要 我掉下去的话 会砸坏下面的波罗地 所有波罗都背上来 嗯 嗯 他们果然是外星人 嘿嘿嘿 嘿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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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了波罗们的惨叫 快去救他们 小心别伤了波罗 什么呀 我还以为你是担心我们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嘿 哎呀 啊 啊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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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办 放弃吧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弱点 在那只熊眼里 波罗比你们更重要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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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罗没了可以再重 但是我们的神奇星 还轮不到你们外星人来杀野 我们一起把他们轰出去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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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把波罗都放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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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主 我来掩护你 啊 啊 啊 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 小龙别强 哎 哎 这只熊太强壮了 我们根本抢不过他 嗯 嘿嘿 去空间球里看戏吧 谁来救救我 嘎嘎 琪琪 过来喽 你不要过来 好机会 去吧 空间强 琪琪 快帮你 补权第七世 龙头五月 什么翩翩 离开我的菠萝园 分战过后的菠萝更甜了 谢谢你们拼命帮我 我还因为你们是虎族 就误会你们是小偷 真的很对不起 没关系 多亏了你 才胆走了外星人 歇息一下就出发吧 我们要继续追击银河盗猎团 哈 这一带的路 我们不说 你能帮我们带路吗 没问题 我就是这里的活地图 反正明天要把菠萝送到山林外的客户 你们跟着我走就好 你这手推车好酷啊 是吗 这车是我爸妈给我的 很好用的 这路线也太绕了 直接这样不就行了吗 可是中间这一带都是山呢 凭我的功夫 翻几座山没问题的 你确定能翻那座山 这不是很多年前的旧地图 有些路都变了 还是我来带路吧 相信我爸 我送活的路 正好是去无垠草原的方向 而且还有一条捷径 顺道带你们走一段吧 有捷径 太好了 这样我们很快就能到了 快走吧 到了 看 前面就是捷径 虽然这条路有点黑 有点窄 但只要穿过这条隧道 很快就能到了 幸好有憨憨在 这样我们少绕了很多路 有人隐藏隐藏 不可能密集 别让他跑了 这 这 这也太危险了 万一咱们进去之后煽动它了怎么办 你看 多危险啊 我看这山洞挺稳固的呀 咱们出发吧 不行 这山洞太黑了 里面肯定有埋伏 咱们还是走别的路吧 放心吧 我走了很多次了 非常安全 还 还有再快一点的捷径吗 嗯 确实有一条更快的捷径 可是那边我不熟 可能比较危险哦 那 我们还是别去了 真是只胆小虎 有我在呢 肯定没问题 走吧 穿过这片树林就可以了 不过我很少到这边来 看着好像很危险 还是别进去了吧 我看 还是回去刚才的那个山洞 这么反响 真是丢了我们老虎的脸 你要是不放心 我先给你探个路 热死了 我们还要穿这件石头迷彩服 多久啊 再认一会儿吧 丽米莎 猫猫队长 山崖下面的是什么呀 哦 这应该是地热 是一种能量 嗯 有了 。 把这里的地热能全偷走了 我们伟大的鷹溷猎猎团 具有用之不尽的能源 反弓神奇性的计划 就可以早日实现 嘿嘿 波波队长 你真聪明 这都被你想到 有动静 继续伪装 不好 好险啊 那里应该很危险 差点就冲下去了 可恶的老虎 好危险啊 看来这条路是真的走不了 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 我看还是走山洞隧道吧 赶快出发吧 刚才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了 走吧 又怎么了 那个你们先走 我有点渴 想去找点水喝 喝吧 我喝了你咋办 放心 我还有很多 以备不食之需 我 我喝水喝你了 我这里有多出来的菠萝 特别多汁 我是渴了 不是饿了 这样啊 我有菠萝汁 我也有 你们怎么连菠萝汁都有 以备不食之需 我头有点痛 我想起刚才路上 看到一种治头痛的草药 想去这来吃 那可太巧了 我要送货过去的买家 正好有治疗头痛的天方 很快就到了 你头痛就别走路了 好好休息 张 张到 出发 太暗了 我来给大家照明 地震了吗 地震 我怎么没感觉到 我怎么觉得车子一直在抖啊 手都有点麻了 原来是你在抖啊 我还以为地震呢 我 我都是因为 因为这里好冷啊 冷得我都发抖了 看来她的病严重了 会不会发烧了呀 咱们得快点才行 哇 天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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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的一天 从一个帅发型开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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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头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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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离开那个山洞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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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补拳 飞 呀 飞 呀 哼 菊菊 你没事儿吧 没事 啊 刚才听到 你惨叫 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还以为 你出什么事儿了呢 惨叫 呃 我 我是看波罗快掉地上了 才急得叫出声啊 波罗 我的波罗 一个都没少 放心吧 那就好 你没事吧 刚才在山洞里一直叫 呃 没事 我那是兴奋 就像坐波山车一样 不对啊 奇奇 你刚才不是说 看到波罗快掉地上了 才急得叫起来的吗 怎么又不一样了 嗯 这个嘛 那是因为 嗯 奇奇 你今天很奇怪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可不能让卡卡知道 我有密闭空间恐惧症 嗯 不然他会看扁我的 你 哈哈 你受伤了 我来帮你推车吧 这车很重的 连我都推得有点吃力 一般人是推不动的 哇 卡卡 原来你力气这么大呀 不是我力气大 我看这里有个小开关 就按了一下 这样上楼梯或者斜坡 就方便多了 呃 我用了这么久 居然不知道有这个机关 呵呵 这应该是苏博士设计的东西 跟冒险笔记上的一模一样 哈哈 你也认识苏博士啊 嗯 苏博士是谁 苏博士 就是写这本冒险笔记的人 他见多识广 知识渊博 几十年前 还帮助我们神奇星 打扮了外星人入侵 看来你爸妈和苏博士关系不一般呢 哇 原来我爸妈认识这么厉害的角色呀 嗯 我来推 推 唉 真没用 还说我来吧 唉 菊菊 不行别硬撑 你身体不舒服呢 谁说我不行 嗯 难道我又说错了什么被他发现了 菊菊 你 你你你你你你你 什么你 我发现 我我我我我我什么我 嗯 嗯 那我直说了 嗯 你的头发 乱了 哦 呃 呃 原来是这样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嗯 太好抓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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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次失败也挡不住我的帅 啊 啊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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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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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啊 欸 啊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的 我的老虎 运气还不错 我刚刚是不是撞到了什么 只要发型在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便帅 我刚刚是不是撞到什么东西了 卡卡 波罗 不 卡卡 没事 你们不是在考拉士奇吗 怎么来到山林里面 你们见到的是我大姐 还有我大苗哥 他们在考拉士奇摆摊 我们在山林里面做采购 跟着这条路一直走就能去无垠草原了 哈哈 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 我才要谢谢你保护好我的波罗 拿着 虽然祖先说过我们熊族跟你们虎族势不两立 但是我还还认定了你们两位老虎朋友 这个就当作是纪念吧 我们也要快点去到无垠草原才行 干嘛停下了 怎么又有山洞啊 你出了很多汗呢 没事吧 没事 我有点口渴 那里有梅子 那我要吃很多很多 那里只有吐蕃薯在抠鼻 哪有梅子啊 是没有梅子 但是你现在不口渴了吧 确实 这是我从古书上看到的一种暗示法 当你想到梅子很酸时 嘴里就会分泌唾液止渴 无聊 我们继续走吧 我有点累 要不我们先歇歇 我看你啊 不止是有点 你的腿都累得发抖了 你累了就别跟来了 我自己进去看看 卡卡 卡卡 举起围图 快逃 什么意思 你说清楚 左边应该是卡卡的脚印 那右边 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脚印 这到底是什么动物的呢 别过来 吓死我了 不 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 卡卡还身处危险 我得去救她 别怕 奇奇 我武功高强 我一点也不怕 什么东西 别过来 怎么回事 我是不是打中了什么 难道是那个怪物 你才是怪物 拜托你睁开眼睛看清楚 你这老虎 怎么走路不看路 还突然动手 把我的灯打坏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有怪兽拉着我的衣服 哪里有怪兽 后面 走 一场误会 使我翻糊涂了 我果然倒霉 它怎么了 山洞里面太黑了 太可怕了 要是有光 也许会好很多 光 对了 幸好我闯荡惯了 早有准备 我早该想到这个办法 借着火柴的光亮 四周也没那么可怕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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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卡 你在哪儿 听到就韵一声 啊 我刚刚好像听到声音 难道是我的错觉 啊 啊 啊 拜托 不要在这种时候熄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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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露营灯的光 把你的影子照射到墙上去了 啊 啊 可吓死我了 嗯 啊 你胆子也太小了吧 就跟这个忽明忽暗的灯一样 靠不住 啊 啊 啊 那个传说的宝藏应该就在洞里啊 怎么总是找不到呢 啊 我们又见面了 你为什么老是在附近出现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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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过来 你还得留远点吧 不然我们会一起倒霉的 这是卡卡的露营灯 一定是她落在路上 然后被这只土方鼠捡到了 卡卡还身处在危险之中 我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 我也可以变得更强大 没错 我很强大 我什么也不怕 刚才卡卡的声音 好像是从这边传来的 卡卡 你在哪里 我在叫你别叫了 她太叫了 可跑啊 卡卡 卡卡 你在叫我吗 我就叫卡卡 不是 卡卡 卡卡 你听到就音音声啊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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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让卡卡单独进去 卡卡现在非常危险 我必须克服阴影 去救她 可该怎么办呢 有什么办法 能帮我克服阴影 啊 有了 这是我从古书上看到的一种暗示法 当你想到梅子很酸时 嘴里就会分泌唾液止渴 只要把山洞想象成其他地方 我就不会怕了 啊 好香啊 疼死了 救命啊 啊 救命啊 啊 救命啊 啊 救命啊 卡卡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她一定就在这附近 啊 救命啊 卡卡 我来救你了 什么妖魔鬼怪 都接招吧 啊 快戒招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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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餅 啼啼 啊 啊 你打到我了 啊 你没事啊 那怪物呢 我 我骗你 我骗你的 骗我的 很好玩吧 不是啊 我是想帮你克服心理障碍 你听到的 看到的 都是我做的 什么意思啊 听 这就是怪物的叫声 救命啊 看 这就是怪物的脚印 我们是并肩作战的队友 你有密闭空间恐惧症的事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一直不敢面对 我就借望眉止渴的故事 告诉你心理暗示法 希望你克服心理上的统俱 不过 这都是我看书后自创的办法 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行 只能拿你来试试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七剑 你不用感谢我 谁让你多管闲事 但至少 你已经不怕了吧 对啊 恐怖的幻象都没有了 你看 我说的对吧 这就证明我的实验成功了 以后不准再说这件事 好好好 不说了 那我说点别的 关于这个山洞 不 这里不该叫山洞 而是矿洞 矿洞 笔记上说 这里其实是一个稀有矿洞 里面有很多神龙兴的稀有矿石 这么有趣的地方 有什么好怕的呢 就像这块矿石 在灯光下 它会闪出漂亮的星光 哇 好漂亮啊 这样把这深度的稀有矿石 交给团长 就能制造出更厉害的武器了 墨墨队长 说得对 快点 我还要回去敷面膜呢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是地震吗 与其说是地震 我觉得更像是这个山洞 要坍坍了 啊 还等什么 快跑啊 啊 我躲 啊 我躲 啊 我闪 看我的 啊 啊 当我不再怕这个山洞时 这些都是小菜一碟 话是这么说 那你能不能看清楚在出手 啊 啊 对不起 啊 啊 没有退路了 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 嗯 快到出口了 啊 糟了 出口被堵上了 啊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会被落下的石头压扁 该怎么办才好 卡卡 小心 啊 小丑 小心啊 幸好本大爷会挖你的 啊 啊 哎 吓死我了 啊 你没事吧 啊 没事 不过啊 我预感到 会有更倒霉的事情要发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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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有更倒霉的事情发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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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哪儿 我也不清楚 冒险笔记也没有很清晰的记录 要是能联系上苏博士就好了 你别再装了 根本就没有苏博士好不好 我也不想拆穿你 到现在你还不信我说的话 啊 是卡卡吗 啊 苏博士 没想到 在这儿联系上你了 嗯 你现在在哪儿啊 我们原本在山林附近的矿洞里 后来发生地震 就掉进了地洞 这里有很多稀有矿石 那你很可能到了传说中的山林秘境 啊 原来你真的能联系苏博士 啊 哼 刚才说话的是谁啊 久仰大名 我叫琪琪 啊 琪琪你好 是这样的 传说在山林里面 有一个山洞秘境 这里藏了许多未被发掘的宝藏 很多冒险家都想得到 可那里机关重重 尽管有职者都纷纷前往寻宝 但都失败而归 甚至变得疯疯癫癫 苏博士 你也来过这儿寻找宝藏吗 当时我来过这里 因为有其他原因 没有继续探索 然后 啊 然后什么 哎 信号又断了 我就知道传说是真的 说不定他们真的能找到宝藏 我得想个理由 跟他们组队 你好呀 刚才是不是踩到什么东西了 嗯 我也好想踩到了 对不起 啊 又是你 你们认识 算是见过几面吧 你好 我叫琪琪 是一名舞者 你们好 我叫咔咔 咔飞的咔 啊 这么巧 我们的名字好像啊 我叫卡卡 是一名侦探 哎 你好你好你好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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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来这个矿洞寻宝吗 呃 我是 那就好 人多力量到 这么顺利吗 这两只老虎 没有戒心的吗 啊 前面啊 啊 是不是找到宝藏了 哦 不是卡卡 前面好像有机关 嗯 肯定是怕我独吞宝藏 才吓唬我的 我才不上当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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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了救我 差点救 是我的霉运 会害了你们的 说什么呢 我们是同伴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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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有机关 小心有机关 呃 终于找到传终中的宝藏了 我太厉害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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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 呃 呃 呃 让他们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但我怎么没中招呢 先不管了叫醒他们要紧 卡卡你醒醒 看来光靠打是不行的 得想别的办法 图书馆大侦探 卡卡我来教你一些知识 听说雪田的动物容易招蚊子咬 流鼻血的时候要抬起头 多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 受不了吗 蚊子根本尝不到血的味道 流鼻血抬头不能止血 反而会使鼻血流进喉咙里 过度晒太阳会使皮肤过早衰老 甚至得皮肤病 果然有效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你靠近保肖后 就一直说要看完所有的蛇做大侦探 你不也进去了吗 你没事 我也不知道 你一定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才不会产生幻觉 现在怎么办 卡卡还在幻觉里 我知道了 是这上面会发出光线 才让我们产生幻觉 我们先把卡卡救出来 我的包装呢 原来又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的倒霉运把你们都连累了 你怎么总是这样想 你看旗舰 他总是粗心大意 丢三落四糊里糊涂 横冲直撞 也没见我们多倒霉呀 我们都已经是一起找宝藏的朋友了 就别说这些客气话了 你们真是老老虎 可刚才机关一样 这锁一碰就碎 里面会有什么呢 这就是宝藏啊 这一定是假的 真的宝藏还在其他箱子里 别去啊 宝藏别动 快走啊 你咋干你别动我来跑 你们也太笨了 你们帮帮我呀 别站在那儿不动啊 我没有想动啊 看你还怎么追我 我想起来了 这种东西我在书上见过 是一种舞者的武器 叫什么来着 叫流星锁 看这趟我一次都没砸中自己 你小子说不可以走远一点练 对不起 这流星锁怎么甩不掉 难道他把我当成主人了 流星锁跟了这么暴力的主人 也够倒霉的 你是不是说我坏话 被流星锁听到了 没有啊 我刚刚说他有点痒 他听到了就来帮我挠一下 真乖 随便开个箱子 就是这么厉害的武器 其他宝箱里面 一定有更厉害的宝物 怎么 我感受到了 他好像在提醒我们有危险 为什么流星锁觉得有危险 等一下 咔咔 流星锁感觉到这里有危险 你居然相信一根绳子 别傻了 好漂亮的宝石 小心宝宝 小心宝宝 不可能 卡卡 你没事吧 没事 哇 怎么了 是不是受伤了 居然还有一个箱子没掉下去 里面可是宝藏的 到什么时候了 还见你这宝藏 这家宝藏归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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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奇 谢谢你救了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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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子太重了 可是 这可是我找了很久的宝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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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重了 不能放手啊 他他还在下面呢 不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想找宝藏而害了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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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怪我太想拿到宝藏才把大家害得这么惨 啊 而且 一开始我还担心你们来和我抢宝藏 我的倒霉蛋属性还连累了你们 没事 只要大家都安全 那才是最重要的 还没安全呢 咱们得想办法出去才行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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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土壤比较松软 我们可以从这里挖一条通道出去 哇 通道 我在好呀 交给我吧 嗯 康康 你得快点才行 好了 快跟着 啊 啊 啊 哦 我们到无音草原了 别再说自己是倒霉蛋了 没有你 我们都被困在里面 永远都出不来 谢谢你们 是你们让我知道有伙伴的感觉真好 保重 好伙伴 祝你们一路顺风 我要继续去玩宝藏了 对了 卡卡 你挖掘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银河盗猎团 银河盗猎团 就是他们 啊 这画的什么呀 神奇星根本没这种生物 我知道了 嗯 时候不早了 你们快走吧 嗯 那我们走了 再见朋友 再见了 卡卡 你们几个又失败了 团长 我 算了 反正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失败了 现在有更重要的是 你们马上到无音草原 实行一个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 哇 团长大人您的计划真是天衣无缝了 这样 我们不费一兵一卒 就能控制无音草原了 终于走出森林了 哇 这片草原太壮观了 哇 奇奇 我们来个草坡滑草怎么样 好注意 太好玩了 卡卡 你看我多帅啊 好难控制呀 哇 卡卡 你全面 全面 草都快离开 哇 哇 哎呀 是谁 我扎了一天的草垛全散了 真是对不起 刚才是我不小心撞到你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我是河马族的勇士大力 我皮糙肉厚不怕疼 你还是担心一下小老虎吧 勇士 勇士在玩草垛 勇士是我自封的 但我想做真正的勇士 来这里是训练力气 我支持你 只有一只刻苦练功的人 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 啊 呵呵呵 呵呵呵呵 啊 卡卡 勇士好像感应到什么东西 啊 大家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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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麻烦的盗猎团 又想偷袭 啊 啊 得逞到 别躲了 银河盗猎团 啊 怎么消失了 呵呵呵 这是波布老大改良后的空间球 轻轻一按就自动消失 即使像他那样老是丢不住 也不会落入你们手上 泄露我们外星科技 哎呀 笨蛋 你泄露了我们的秘密 为了平衡心境无人的分配 为了收藏宇宙最美的珍宝 穿越银河火线 凝聚暗黑力量 波布 银沙 三四郎 我们是银河盗猎团 711小队 那 那是什么啊 怎么长得那么奇怪 没见识 我可是无敌银河盗猎团711小队 最伟大的队长 波布大人 你们能挡得了第一个空间球 也挡不了第二个 三四郎 空间球 没 没有了 我又问了 三四郎肯定又忘记带了 又忘记 三四郎你要是再继续这么丢三落四 我就把你当空间球扔出去 队 队长 我下次一定记得 一定记得 哼哼 你们可别想有下次 幸好我有仙剑之名 带了盗猎枪 完了 他们有枪 别怕 有我们在 你还以为这是以前的盗猎枪吗 这可是升级般的 现在的子弹 是了不得的爆裂年果 只要一发射 把你们统统粘住 一个也别想跑 笨蛋 你怎么什么都告诉他们 出其不义知道吧 出其不义 是是是是 大力 你先躲起来 他们的目的 是捕捉神奇星的居民 你是说他们要抓我们 对 快躲起来 我会藏好的 波布 我不相信你的道理枪有那么厉害 对 我们上次能打败你 这次你还是赢不了 先练好枪法吧 竟然感觉不小看我 现在就让你们尝尝爆裂年火的厉害 卡卡 我们往那边跑 嗯 来啊 我看你们一定追不上 你们跑不掉的 追 齐齐 我们去草获群 正有此意 走 快追 三四狼 你去前面躲住他们 收到 队长 交给我 跟你们出来真丢脸 神枪手势百发百中 也是百发百中 波布 你的枪法太差了 别可以 我今天非要抓住你们不可 抓不到 抓不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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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去 去 小心 哇 我的天哪 真是老天帮帮 你们这次跑不掉了 我说了 这次你们跑不掉 怎么办 我得帮他们 这把爆裂弹 你们总躲不过了吧 可那帮人好可怕 我要是出去 肯定会被打得很惨 不好 他们有危险 我 我是勇士 我应该站出来 哈哈哈哈 这次赢定了 队长威武 齐齐 你能动吗 动不了 我们要请快脱身才行 我的城市 这实在太行了 波布队长 终于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糟糕 动不了了 这次完蛋了 等等 这次会不会太顺利了 说不准有差 波布大人 果然深思熟虑 他们一定是庄大 管他们是不是庄大 你们冲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有道理 身为银河盗猎团最有智慧的小队长 我怎么会被这两只小老虎吓到 我就说嘛 波布大人早就看穿了他们的诡计 但也不排除是真的 嗯 有道理 波布大人 果然 好了好了 来一发暴力凝果不就万无一失了吧 一直都是他们在保护我 身为河马勇士 我 我不能逃 不管了 先撞过去再说 有 坏蛋 滚出我们草原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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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呢 大力不怕我呀 我要让你们看看河马的力气 看我的大力飞锤 冲啊 这次算你们运气好 我们还有急事要先走 放你们一马 我 同意 对 队长 英明 那帮家伙终于跑了 我们赢了 这次还好有你和你的大力飞锤 不行了 力气用劲了 饿了 我也是 走 到我家去 我给你们准备好吃的 大力 你的家在哪里啊 我家在河马山 那里可美了 哇 还没到吗 我们都走了一个小时了 很近的 就在那里 那里 嗯 河马山是因为样子很像河马 才叫这个名字的 山顶上有一个神秘的山洞 留下来的漂亮大瀑布 不管是旱季还是雨季 从来没有断流过 是我们整个河马族的水源地 也是因为有了这条瀑布 我们河马山的居民 一直风衣足时 无忧无虑 大瀑布 想看想看 快走吧 我也很期待 我现在就想飞回去 之前为了训练 我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河马山 大瀑布 呢 这 怎么回事 这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 飞飞 飞飞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河马山出大事了 飞飞别哭 快跟我们说说 河马山出什么事了 前前天 河马山瀑布忽然没水了 不 不怕 哥哥在这儿 当哥哥们 跟着组长去河马山调查 就再也没消息了 现在河马组织有老人和我们小孩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 万一大家有危险怎么办 我要去河马山找他们 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嗯 啊 好黑啊 小心点儿 跟紧了 这石柱这么大 这是中辱石柱 要上一年 才能形成这么大的 啊 好厉害 啊 传说这山洞里 有绿光精灵守护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遇到他们 传说很多都是假的 我们快走吧 嗯 等等 是什么声音 啊 是什么呀 快跑啊 是什么快跑啊 是什么快跑啊 跳死了 都算不了跳了 小老师 这么料 眼睛都刺透了 啊原来是蝙蝠 吓死我了 哎 这里我们刚才不是来过吗 对 就是刚才那个中辱石柱 天哪 那我们刚才不是一直在打转 别着急 我有指南针 找找方向 啊 糟了 只能针失灵了 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入侵者 警告警告 马上离开这里 啊 啊 这是什么 没见过 是怪兽吗 也许是未知生物 我可以进入在冒险笔记里 离开离开 马上离开 啊 啊 大力快起来 我们去骑骑那边 怪兽 让你尝尝流星锁的厉害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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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着办 入侵者离开 啊 啊 这死看你怎么躲 看我的流星锁 呀 离开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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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tar 躲明理栏 别白费功夫了 马上看到 这下国也太难对付了吧 这个怪兽有点奇怪 不是奇怪 是超级可怕 哈哈 哈 琦琦 我知道怎么对付这个怪兽了 用风吹 风 好 啊 湿 有效果 救命啊 这是 萤火虫 你们 你们是谁 敢输出气火门的山洞 别误会 我们不是入侵者 你们没受伤吧 这些 叼 叼 叼中小剑 伤害不了我们 你们到底来这里干什么 请问 横马族人有没有来这里 没有 我们一直守护这片水源 从来没有人来过 除了你们 大家到哪里去了呢 对了 你们一直在这守护着 河马山瀑布断流的事情 知道什么原因吗 这里并不是瀑布的源头 我们也不知道 断流的原因 我们是水汽营火虫 有足够的水源 才能让我们的宝宝 健康成长 现在断流了 我们也很烦恼 好可爱 好可爱 需要想对我们的宝宝 动坏心思 你误会了 我们也是来调查 断流的原因的 希望可以让河马山恢复正常 原来是这样 我们误会你了 跟我来吧 我带你们出去 走 看 有光 是出口 姐姐 等等我们 只能送到这里了 我们是水汽营火虫 我们的幼虫 还在所生无几的水里面 希望你们能解决 瀑布断流的问题 好 我们会努力的 拜托了 祝你们好运 大家都底在哪里呢 我们顺着河堤 继续往上走 说不定 很快就能发现了 走了这么久 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卡卡 大力 你们快过来 你们看 这里有个水坝 所以河马山才断流的 对不对 我想试的 太过分了 我 别冲动 有人来了 快躲起来 叔叔 您看 就是这里 这个大坝 很快就能完工了 到时候 做得非常好 威威真是智勇双全 等大坝建好了 就能控制水源 我们十四一族 就能在草原上 恢复威胁 嗯 是啊 狮子一族的威信 那都是多遥远的事了 我们狮子一族 曾经是草原上 最伟大的族群 我们的祖辈 建立了伟大的国度 整个草原 都听令狮子一族 可是 几十年前 外星人的入侵 改变了这一切 我们狮子 是第一个站出来 跟他们血战到底的种族 可是 从此 狮子一族 也一蹶不振 开始衰败 战事虽然结束 可我们威武的狮子一族 也从此失去了 往日的风光 变得和其他草原族群 没什么两样 其他族群 还搞什么机械化 现代化 我们的灵地 也越来越小 叔叔 您等着 我一定会带领狮子一族 回到从前的光辉 嗯 没错 把族长的位置 交给威威 现在看来 是个正确的决定 原来这大坝断水 都是狮子们搞出的事情 实在是太自私了 狮子一族怎么能这样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大力 我们一起上 嗯 等等 别冲动 我们先看看情况再说 我总觉得 有什么地方很奇怪 各位长老 请看这边 嗯 是组长 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们 啊 哦 他们怎么会跟狮子一族在一起 不知道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嗯 先看看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的特异功能 哦 特异功能 这可是很厉害的本事 那快给我们大家见识见识 嗯 嗯 伟大的狮子祖先 请赐予我力量吧 他们在干嘛 不知道啊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河马们这是要做什么 叔叔 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河马们要干什么 这说您怎么这么奇怪 一定有问题 大力 你要去哪儿 大力怎么了 不好 快拉住他 拉不住啊 糟了 我们要被大力拖出去了 先放手 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还好 他们没有注意到大力 快藏好 凯恩叔叔 这些河马越来越听话了 我相信水坝很快就能完工了 薇薇 你做得非常好 振兴狮子一族 我们义不容辞 好 这里就交给你了 各位长老 慢走 终于走了 这次都亏了你们的特异功能 等我成了狮子王 一定会好好奖赏你们的 能帮助像您这么有报复的王者 是我们的荣幸 嗯 没错没错 狮子王就应该是您 低调 低调一点 是是是是 大坝的建造 你们好好监督 我先回去休息了 有我们在 您就放心吧 哎呀 我的头发都乱糟糟的了 快闷死我了 终于能顺利呼吸了 啊 银河道理团 原来又是他们在捣鬼 我去抓住他们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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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我们先搞清楚狠狠马们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快走吧 该向团长大人做汇报了 我让侦察机跟踪他们 看看他们想干什么坏事 小心点 别被发现了 糟糕 侦察机进不去 计划执行得怎么样了 尊敬的团长大人 您的计划完美无缺 您可以来看看 我们已经用音波波放器 把这一片草原布置成天罗地网 团长大人 您看 我们把音波波放器布置在水坝最高点 迷惑他们的音波就能传播到这里每一个区域 不错 团长大人 我们为什么要利用狮子族群 不能直接打败他们吗 哼 你们知道什么 要不是当年狮子族群的抵抗 我们的入侵计划早就成功了 你们三个记住 神奇星的居民有一股原始的力量 其中狮子一族尤为厉害 即是掩天 就是这些狮子 让我们银河道理团吃了不少苦头 好好利用微微这个愣头青 你们已经成功打入狮子族群内部 要好好控制他们 相信很快 我们就能大规模入侵神奇星了 所以 计划千万不能出错 不然的话 团长大人您放心 我向您保证 绝对会完美执行计划的 有大功率的音波广播器 来控制河马族群 威威肯定能当上狮子领袖 这样 威威就会对我们言听计从了 指摸外星人太过分了 我们一定要破坏他们的计划 有了 找到广播器了 不 是侦察机找到了水坝 和音波广播器的设计图 而且 我还想到了破坏他们计划的办法 太棒了 我们先撤 路上我再把计划告诉你 好 走 上大棒 大力 醒醒 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看来只能按照计划行动 大力他们才会醒过来 好 好 好 按照计划我们分头行动 好 等您好消息 没想到贝贝制作的这个干扰器 又能派上用场 只要调整到合适的频率 那个音波广播器 就会失效 叔叔 长老们 这边走 微微他们怎么又来了 叔叔 各位长老 请再次欣赏我的超能力 叔叔 我不但能控制这些河马干活 还能控制他们的速度 嗯 既跟大河马一族倒成工具 还在厚颜无耻地炫耀 不能让你们得成 我们怎么在这儿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在干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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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气不错呀 又是这只臭老虎 快抓住他 嗯 啊 糟了 大家不要被骗了 这三个猎狗是外星人 卡卡 小心 我们分头包围他 没问题 看我的吧 看我的 喂喂 这是怎么回事 凯恩叔叔 别担心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别想跑 抓住你了 不好 它想翻过去 快看住它 你小王难跑 好厉害 还不赶快收拾赖摊子 是是是 马上就好 好了 这还差不多 机会来了 留线索 你们的计划失败了 这是哪里 我们为什么在搬石头 这是在修大坝吗 大家听我说 是狮子 一切都是狮子在搞鬼 让他们交代清楚 找狮子算账 我们狮子一族本来就是草原的王者 还轮不到你们和马一族放肆 对 让你们为王者做事 是你们的荣耀 谁承认你们是王者 狂妄自大的家伙 不能让他们打起来 快想办法呀 有了 苏博士曾经记录过一个 关于草原的传统 就用这个办法阻止他们争斗 大家先冷静 我们有办法解决你们的矛盾 说 吉利咕噜 吉利咕噜 他是怎么知道吉利咕噜 没错 我们向来都是用吉利咕噜 来解决问题的 族长 吉利咕噜是什么 吉利咕噜是我们无垠草原 千百年来的伟大传统 双方在公平的条件下 进行比试 愿比服输 比就比 我们肯定不会输 就是 吉利就吉利 咕噜就咕噜 叔叔 怎么办 我们真的要那个吉利咕噜吗 比 我们身为草原王者 要尊重传统 你去出战 比就比 谁怕谁 我 我和你比 你说比什么 很简单 在规定的时间内 谁能把更多的建筑材料 从那里运送到水坝的工地 就算赢 好 预备 开始 预备 加油 加油 你太慢了 愚蠢的河马 微微加油 大力加油 大力加油 你高兴得太早了 你高兴得太早了 亏这么大一块石头 你输定了 大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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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比试结束 累死我了 嗯 啊 差 差一点儿就到了 呃 谁赢了 谁赢了 当然是微微赢了 他离终点更近 是大力赢了 他退的石头更大 大家听我说 说 呃 呃 这次比试的结果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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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没赢 呃 这是什么意思 呃 不对 是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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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试方法有问题 就是就是 根本不公平 对 这个比试不公平也不合理 都是你出的烂主意 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好 那我就亲自演示一次 正确的比试方法给大家看 大力和威威都没到达终点 所以说谁都没赢 其实这个比试不能单靠蛮力 是要靠智慧 有科学的方法 呃 我们用滚木做成一条传送带 利用简单的科学原理 用力一推 一下就到终点了 好厉害呀 啊 好神奇 你们看明白了吗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样运东西可快多了 讨厌 哎 看来河马和狮子打不起来了 我们只能亲自出手了 好的 你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标志 他们就是几十年前 入侵我们神奇星的银河造猎团 我们要报仇雪恨 我们要报仇雪恨 他们不是猎狗吗 怎么变成外星人了 完了 我变成狮子一族的叛徒了 嘿嘿嘿 我波步大人是那么好对付的吗 无差别控制模式 启动 你们以为广播器只能控制河马 错 广播器可以把这个星球的所有族群都控制住 队长威武 队长最棒 三次郎 快把我的英勇封斯记录下来 好的队长 别忘了还有我的 我的 夭夭小盾 你们一定想不到我还能动吧 你怎么还能动 我的脚痛死了 无可奉告 你也来了 我赶紧搜索一下 您拨广播器在哪儿 找到了 广播器在那儿 我们为什么会跳舞啊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流行锁失败了 不好 我们也受影响了 快停下来 我才不要跳这么难看的舞 好像还挺好玩的 我快支撑不住了 我快支撑不住了 这下你们跑不掉了 抓住他们 快跑啊 别想跑 搞定了吗 当然没问题 给我追了 追啊 妈呀 快跑啊 追 让你们看看我的后手 好大的飞船啊 快 别让它跑了 别 别 可恶 让你们见识一下 伟大的银河盗猎团 711小队的厉害 这是什么啊 当天他们就是开着 这些飞船过来的 好像好可怕的样子啊 大家不用着急 好戏就要上演了 哦 糟了 飞船失控了 啊 他们怎么了 这都是我们的计划 我早就把树藤 偷偷连接在他们的飞船上 另一边就绑在大坝 关键连接处的石头上 只要他们启动飞船 大坝就会被拉出 一个个缺口 飞船也会被拖入水里 想不到你们也有后手啊 大坝破开了 会不会对我们的水源造成影响 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了 嘿 只要把这里改造成一道闸门 隔马山和狮子谷就再也不怕缺水了 这处大坝只要加上一个可以控制开关的闸门 就是利于所有草原居民的水利工程 不错 要不我们来联手吧 一起改造好大水坝 以后我们两族和平相处 一起防备外星人的入侵 嗯 微微呢 他引来外星人 背叹了我们狮子一族 没有看到他 这个胆小鬼肯定是跑了 可是这么少的水源 只怕也维持不了多久 真不知道号称草原守护者的长颈鹿家族在干什么 长颈鹿家族 嗯 你们狮子一族不是草原上的王者吗 难道长颈鹿家族比你们更厉害 天降的雨水是我们无影草原的生命之源 一直以来都是由长颈鹿家族保卫着 他们才是无影草原最重要的守护者 草原的旱季早就过了 但雨季迟迟不来 难道长颈鹿城堡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二位小英雄 要不你们帮忙去一趟长颈鹿城堡 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 交给我们吧 嗯 出发 去长颈鹿城堡 原本还想着去长颈鹿城堡 找长颈鹿酋长 结果却连个草原居民都找不到 你说什么来什么 我们去看看 还是波部队长厉害 先捉住他 再利用酋长的威望 引诱动物族群聚集在一起 最后肯定能把他们一网打击 想得美 这个泡泡笼子是纳米材料构成的 非常坚韧 内外都无法击破 利用酋长的威望 把草原的动物引诱过来 难道他就是长颈鹿酋长 快放开他 又是你 可恶的老虎 看我们的 看我们的 卡卡 闪开 好险 你们别想躲了 一旦被这个泡泡笼打中 就只能在外部用两种方式解锁 要么慢慢泄气 要么瞬间爆开 一旦被抓住了 靠自己永远逃不掉 嘿嘿嘿 一定是居家旅行 捕捉动物 必备物品 一旦被抓住 就永远逃不掉 啊 琪琪 我想到办法了 就是现在 这就叫自食齐果 啊啊啊啊 啊啊 啊啊 邃 呵呵 请问你是长颈鹿球长吗 放心我们是来救你的 小心 这是怎么回事 我早就预料到这个情况了 你们两个真没用 我就上了趟洗手间 你们就被抓住了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我 你们早点放弃吧 这种大型泡泡龙 只有我的枪上的开关 才能解开 泡泡滚锅十早时 莉莉杀三四郎 没有受伤 还有长颈鹿攻击泡泡龙的时候 泡泡龙很坚韧 和富有弹性 完全打不破 这个泡泡龙韧性很高 我们虽然击不破 但也意味着 外面也无法伤害我们 所以 这个泡泡龙 就像一个拳击手套 我们可以攻击对方 对方却攻击不了我们 你们在计划什么呢 你们别过来 让你尽试一下 我们捕捉的厉害 不好 太好了 泡龙解开了 快醒醒 一起对付它们 是的队长 密码正确 密码正确 启动快速放弃 什么 谢谢你们救了我 你们是 不用客气 我叫琪琪 是一位舞者 我叫卡卡 是一位侦探 我叫高高 对了 高高酋长 我没想问你 酋长 我才不是什么酋长啊 我是草原摇滚天才 高高 阿哥 远远 这个是卡卡和琪琪 他们刚刚救了我 外面这么危险 二哥 你还是赶紧 给我回城堡吧 回城堡吗 对呀 我们就住在场景 陆城堡 我们的父亲是 草原上伟大的酋长 刚刚太谢谢 你们救了二哥 我叫远远 所以 你们都是酋长的孩子 嗯 我二哥还是酋长 继承人呢 那你能带我们去城堡吗 我们想向酋长 咨询求雨的事情 好吧 嗯 阿哥 我们回家吧 就是你们 集合道猎团 看我怎么把你们抓起来 等等 先别动手 难道 你不想让狮子族 重新成为草原之王吗 我们可以帮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 就凭我们的仇敌 是一样的 仇敌 对呀 我们的仇敌 都是那两只老虎 嗯 对对对 就是那两个老虎 妨碍了你 你才会失败呀 你仔细想想 我们都是在帮你 而那两只老虎 是害你的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一起合作吧 快求雨啊 求长 好消息啊 快求雨啊 发生什么事了 几个求长 快进行求雨仪式吧 再不下雨 我们草原就完了 你们都别担心 草原很快就会下雨了 您一直这么说 都不知道过了几个月了 草原一直没下雨 汉天雷又来了 光打雷不下雨 不吉利呀 这可能是上天的警告 原来那位就是求长啊 对 那就是我们的爸爸 我好像听到了 求雨仪式 嗯 这是草原古老的传统 爸爸作为草原的祭司 每年都会在祭坛 举行求雨仪式 不过 爸爸扭了脖子 影响嗓音 他想让二哥替他 主持求雨仪式 但二哥他不愿意 还跟爸爸吵了一架 所以你是离家出走 才被外宣人盯上咯 臭小子 你还知道回来 是我的朋友有事找你 我才回来的 你还 球长 你怎么了 受伤了吗 我没事 我没事 绝不能让大家知道 我扭到脖子 不能举行仪式 不然大家一定会陷入恐慌的 所谓的求雨仪式 真的有用吗 还不如用更科学的方法 降雨呢 你是谁 敢质疑我们草原的传统 他们是我的朋友 你 你好 我是琪琪 她是卡卡 是狮子长老凯恩 拜托我们来找酋长你的 不好了 他喊了大半天 他可晕了 酋长 求求你 酋长 求求你了 既然你回来了 求雨仪式 就你上吧 我 求求求你了 你不要再勉强高高了 我有百分百下雨的方法 我现在制作的 正是降雨剂 完成了 只要洒到天上 就会下雨了 这真的吗 请相信科学的力量 好 念在你们救了高高 我就相信你们一回 谢谢你们 你们又帮了我一次 没想到高高你跟我一样 相信科学 什么相信科学啊 我只是因为球语用的传统歌曲太土了 和我的摇滚理念 一点都不搭 才坚持不上场的 该你们出场了 有 有谁在吗 拜 拜托了 请帮帮我 老奶奶 你怎么了 我 我要去医院 可是我的腿好疼啊 我送你过去 科科 你们继续 你 知道医院在哪吗 那交给我吧 我最熟悉草原的路了 不行 不好 老奶奶变轻弱化了 我们快送她去医院 一切都交给我吧 呃 怎么那么久了 一滴雨都没有啊 卡卡 这是怎么回事 雨呢 怎么会这样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那怎么办啊 你们别着急啊 我相信卡卡不会骗我们的 就是啊 你们冷静点 怎么是甜的呢 甜的怎么了 降雨剂主要由盐粉构成 不应该是甜的 难道降雨剂被钓包了 什么被钓包 都是借口 这只老虎根本不会降雨 只是酋长派来忽悠大家 没错没错 把我们当傻子 你们看又打雷了 这都是酋长迟迟不求雨 带来的警告 草原不会下雨的了 我们要玩了 天哪 要玩了要玩了 什么 酋长是真的吗 冷静 大家冷静 完了完了 酋长见死不救 不求雨 我们都要被他害死了 完了完了 求雨求雨 各位请听我说 我的儿子高高 将作为新一代祭司 举行求雨仪式 而仪式就在明晚举行 草原将告别干旱 重破雨水 欣欣向荣 太好了 草原有救了 高高 高高 爸爸 我根本不会上求雨歌 你还要我举行仪式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们长颈鹿一族的职责 比起你的感受更重要 反正我只会唱摇滚乐 求雨歌 不会 我知道 所以我已经给你请了一位 传统声乐老师 他就是我的老朋友 草原最著名最资深的传统歌手和老师 长颈鹿小五教授 真的是小五教授吗 不是谁都能做小五教授的学生 你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可是 求雨歌这种传统音乐 和摇滚的唱法不同 我不知道该怎么唱啊 我相信你一定能学会的 对 我们陪着你 我会加油的 你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草原音乐学院的特级教授 小五 小五教授你好 我可从来不缺学生 而且我十分的严厉 如果吃不了苦 就马上离开 小五教授 我会努力的 竟然没上当 那我乱教一通好了 小五教授 您刚刚说什么 没什么 我们先从发声姿势练起吧 挺胸 收腹 抬脖子 下呼运气 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我总觉得有点喘不上气 当然是你的问题 你平时缺乏锻炼 我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很轻松 原来练些传统音乐 要用这种姿势嘛 总觉得哪里不对啊 这个姿势 怎么了 这个姿势让我好想上厕所 我懂了 原来是这样 小五教授 你真厉害 按照你这个方法 我忽然觉得 腹部里运气 越来越得劲了 啊 高高 你唱得不错啊 啊 我明明是乱教的 他怎么反而学到了 就这种程度 你就沾沾自喜啊 还差得远呢 不过你也别灰心 我有一种特制的开嗓药水 喝完保证让你唱出天籁之音 我给你调制了一杯特制的开嗓药水 嗯 谢谢小五教授 只要高高喝掉这个湿生药 高准嗓子就坏掉 哈哈哈哈 我的限量版包包啊 对不起 我只是想看看 抱歉有什么用啊 我的限量版包包被你弄脏了 药鱼全撒了 走开 我再去清醒一下 到底是谁调包了我的降鱼剂呢 嗯 那不是小五教授吗 他怎么怪怪的 啊 哇 哇 莉莉莎 我明白了 原来小五教授和水牛奶奶 都是莉莉莎伪装的 是盗猎团在破坏球鱼一室 啊 嗯 谁 啊 是你啊 卡卡同学 你等等 就算你求饶也没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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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了你等等啊 啊 啊 那不是小五教授吗 啊 高高 你怎么把小五教授气跑了 我没有啊 爸爸 你不能冤枉我 高高真的没气走小五教授 那个小五教授 其实是外星人假扮的 什么外星人 你以为我会信吗 酋长 真的有外星人 嗯 我们之前就是从他们手里救下高高的 卡卡 琪琪 你们不能因为是高高的朋友 就帮他撒谎 你不相信我就算了 啊 喂 酋长 小五啊 对不起 我替我儿子给你道歉 你刚才滚下山 没事吧 啊 你在说什么呀 我道歉才对 昨晚接到演出通告 今天一大早就到了大都会 没办法给你儿子上升月课了 什 什么 你在大都会 那个小五教授 其实是外星人假扮的 目的就是想破坏球语仪式 嗯 看来你的行动失败了 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 还不如想想怎么补救 啊 你们还记得狮子谷的事情吗 记得 那天之后狮子一族就把你当成了叛徒 你也不敢维持群里面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是说卡卡和琪琪干扰广播的事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破坏他们的球语仪式 哈哈哈 高高 等等 卡卡 为什么这么着急找高高啊 以我大侦探的直觉 我百分之一百断定 盗猎团想尽办法破坏球语 背后一定有阴谋 这要从降雨记被替换说起 打住 给你三秒 说结果 我有个大胆的猜想 盗猎团要控制草原 草原居民有危险 太可恶了 必须阻止他们 对 无论如何球语一事 要正常举行 所以必须尽快说服高高球语 那还等什么 现在立刻满哨 呃 不是你说等等的吗 要不 你用虎啸弓喊一下高高吧 我才不会什么虎啸弓 原来女侠也有不会的武功啊 我虽然不会 但是你会啊 我怎么会 啊 哈哈 卡卡独门虎啸宫功功力效果 把汗天雷都引出来了 高高在那儿 高高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在编草环 琪琪还以为你在纠结回不回家呢 这是我们球语仪式要用到的道具了 现在的草原到处都干巴巴光秃秃的 只有这里还有一片尖茅草 咦 你不是不参加球语了吗 嗯 其实我不是不想参加 我也很想为草原的居民求鱼 但是我不喜欢我爸爸的态度 原来你还是挺有责任性的嘛 这是我们家族的使命 球长也是因为家族的使命 所以才会对你们要求更严格吧 大概 是吧 哎 这是什么呀 真漂亮 啊 这是神奇芦荟 晚上会像星空一样的发出奇幻色彩 爸爸说 这是我们草原的特有的植物 哎 这又是什么 又坚实又漂亮呢 这是水影长春藤了 爸爸常说 他是我们草原的宝贝 哎 我真的很羡慕你啊哥哥 球长教你那么多知识 我爸爸虽然是虎拳的掌门 可是却从不教我最厉害的武功 嗯 太可恶了 我也很羡慕你呢 球长每天陪在你身边 我爸爸是考古学家 他太忙了 根本没时间陪我 原来 你们也有生爸爸气的时候啊 当然 而且爸爸有的时候也会笨笨的 小时候 我爸有一次去幼儿园接我放学 没接到 其实是他忘了我已经读小学了 问爸爸傻爸爸 笑死我了 高高 我认为你应该在练习唱歌 啊 啊 球长你看 这是高高编的草环 球鱼草环可不是随便编的 但按照黄金比例来 呃 居然编得不错 看来 我后继有人了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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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闯元太久没下雨了 啊 啊 我们虎族最怕活 怎么办 啊 冷静 啊 啊 现在是谁不冷静 bij 刚刚 拿着 啊 啊 啊 爸爸躲不见了 不好 爸爸已经被困到火里出来了 啊 危險 不要去 我要去救爸爸 啊 啊 啊 酋长 你为什么可以不怕火 快 把这水影长春藤缠在身上 我爸爸一下有办法 我居然忘了水影长春藤有保护作用呢 把芦荟液涂在身上外露的地方 这些都是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智慧 小时候你就教过我 没想到真的会用上 涂上这个好像真的不觉得错了 可是现在没树枝了 我们怎么扑火 或是再蔓延下去 整个草原都危险了 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们从这儿开始 往两边挖一个圈 挖出一个爆火弹 把火溃住 好办法 挖出来的土还可以盖住火呢 看我的 独门狐爪弓 我牙一刀 卡卡 这样的深度可以吗 卡卡你在哪儿 救命啊 火被困住了 这个方法很有效 草原安全了 卡卡 好药的 你确定是在夸我吗 这下咱俩一样啦 金叶草和草环都烧了 怎么求雨啊 这是我刚编好的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咱们这就会城堡囚鱼 准备囚鱼了 太好了 真棒 哥哥加油 不用紧张 我们唱金鹿家族球鱼 从来没有失败过 没失败过 万一砸在我手上 那 好孩子 别紧张 你想想 你第一次唱摇滚的时刻吧 但我第一次登台摇滚的时候 可是搞砸了呀 弟弟 错了 这祭司怎么看起来笨笨的 我觉得不行 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咳咳 MISotes 球长 他们为什么都看着祭坛呢 祭坛是用特殊石头搭建而成 会伴随着球影仪式的锦形 本当存发光 当祭坛的顶层和草环发光 天空就会下雨 这个祭坛 和星系的留心锁一样神奇呢 这世上还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当然啦 关我这留心锁你就能不明白 祭坛开始亮了 我早就说过它能行 你之前明明说它不行 我是说不也多不行 让我给大家出出戏 难道要我清唱 会不会是后台的设备出了问题 我去后台看看 嗯 莉莉莎 原来是你在捣乱 莉莉莎 莉莉莎 你做了那么多坏事 我不会报过你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刚刚我静的都没找完 你的眼睛虽然不好看 但还是映出了我盛世的美丽 受不了了 来 这可是我刚买的限量版的镜子 高高只是没有经验 但实力还是有的 请大家不要再怀疑他了 大家听我说 这应该是设备出了问题 否则不会这么不稳定的 请给我们时间 怎么平时都没问题 就它有问题 可见它就是问题所在啊 对 对 是 狗献字还没下鱼 这些家伙都是骗子 下去吧 骗子 下去 下去 下去吧 骗子 呃 高高的表现确实不好 但眼下 草原正在面临干旱危机 请大家再给他一次求雨机会 这下你跳不回来了 我已经给了 还是不行啊 就她的水平 我上我也行 大家请听我说 我叫薇薇 我可以为大家求雨 她也可以求雨 能求雨的 不仅是长颈鹿家族 为了草原和各位 我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怎么会这样 真的下雨 水不够 得赏着点泳 这样你才能下久一点 谢谢 谢谢大家 谁求到了雨 就让谁当酋长 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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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惊一惊 高高只是一时的失误 不代表以后都不能求雨了 但我们已经有会求雨的酋长了 高高连求雨都做不到 快点 快点 卡卡 是银河盗猎团在捣乱 他们用一个干扰器 把高高的声音调得特别难听 原来是威威和银河盗猎团攻击 想要抢酋长的位子 控制整个草原 必须阻止他们 别拦我 我要去监发他们假章语 急剑 没有证据 谁会相信威威和外星人攻击 你有办法找到证据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跟我一起去验证吧 那还等什么 现在立刻马上 我们要密切配合 才能让他们原形毕露 高高 我需要你再去和威威 鄙视一次求雨 办得到吗 我怀疑你作弊 你敢不敢再跟我比一次求雨 本大王专制各种不服 来吧 输了就乖乖地滚出草原 卡卡 琪琪 接下来靠你们了 卡卡 刀猎团的证据在天上 就是他了 你看这片云 风都吹不动 绝对有问题 果然有古怪 这是用了宇宙光学 引擎点理作的伪装 难不倒我 降雨 降雨 要降雨 我去哪里搞那么多水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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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刷牙和上厕所了 我都没洗澡 浑身臭红红的 两只小老虎走合罗网了 给我按住他们 把虎牙 姐姐 我来拖住他们 你把水源切断 你拖住三秒就好 剩下的我一个人搞定 想得美 都给我上 姐姐在此 谁敢来站 这么几个干什么 给我大鱼 放水啊放水 我快撑不下去了 放开我 不要放开我 你脏子 你脏子 快撑不下去了 糟糕 糟糕 差一点就抓住他们了 人就没了 还没结束 你失败了 该轮到我了 看来他们终于放水了 打住 大鱼马上就来 人正物正起了 各位草原朋友们 薇薇求的雨 并不是真的雨 而是这几个外星人 在天空上洒的水 外星人 什么外星人 什么外星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薇薇 你必须给我们解释清楚 三个蠢货 全被你们搞砸了 还不都怪你 我们只计划了一次 穷雨的水量好吧 怪我 你们就是三个大字 不靠谱 你 上下所不冲水 你 吃饭不洗手 你 又懒又有洁癖 你还从中间挤牙膏呢 看来 这就是你的解释了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骗子 不不不 我不是骗子 是来自外星的骗子 不 我不是外星人 外星人 在那里 啊 啊 球长 对不起 我们不该怀疑你 没关系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是球鱼 爸爸 嗯 就交给我吧 好 加油 嗯 这是什么声音 我听说是摇滚 反正我觉得太帅了 我是不会认输的 我才是草原王者 哎呀 啊 像语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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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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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琪琪 快看 啊 真是熟悉的感觉 那是 烤拉上饭 干粮吃完了 赶紧去买一些 嗯 嗯 我也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去哪里找犀牛呢 老大 你想什么呢 别挺飞 别一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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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 北贾 这不在发愁吗 公主 团长说 马上要活着一只犀牛送去走步进行研究 不想啊 如果我们能顺利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711小队就能升官发财了 好耶 升官发财 犀牛连这影都没有看见的 高兴啥 犀牛有什么意思 我的目标只有那两只小老虎 老大 那边好像有犀牛 把飞船停到隐秘的地方 我们行动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没有没有 你误会了 你分明就是在狡辩 那边吵得很厉害 我们过去看看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兄妹俩好欺负 没有没有 我完全没有这么想 我妹妹的苦成这样了 你还不肯承认 明明是你弄错了 你还想怪罪于我 你干嘛 犀牛兄弟 你先别着急嘛 我们没有恶意 你想动手吗 不是不是 都直接动手了 还说不是 我只是 别乱丢 会摔烂的 你也太过分了 不但欺负我们兄妹俩 还特意叫了帮手 你们考拉 都是这么多生意的吗 怎么了 怎么不出声了 你知道自己理亏了吗 你干嘛 你搞错对象了 他是一个一比一的模特 不是考拉 那只犀牛可真是不长眼呢 我是卡卡 这是我的好朋友 琪琪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 也不是考拉找来的帮手 我们只是看到 你们在这争吵 心想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所以才过来看看 你是想帮我们评评理 嗯 差不多吧 那太好了 我是胖胖 我带我妹妹嘟嘟 来买东西 看到这里 在卖十分漂亮的糖果 就想买几颗 给我妹妹吃 但她非说 这不是糖果 真的不是糖果 而是看起来 像糖果的像皮擦 你还狡辩 我明明闻到 水果的香味 你看 这是习惯味的糖果 这是橘子味的 唉 这是最新的水果味文具系列 你看 还有葡萄味的墨水 你无理取闹 我都闻得出来 这明明是葡萄汁 唉 我看你才是无理取闹 怎么了 怎么不出声了 你知道自己理亏了吗 你干嘛 你搞错对象了 她是一个一比一的模特 不是考拉 我明白了 果然是这样 冒险笔记上面是这样说的 犀牛族群虽然天生大力 但是其实都是大劲事 而且他们脸上的那只脚 常常会遮挡视线 所以他们无法看清商品 也是十分正常的 啊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误会而已 大劲事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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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改造 你戴上这个眼镜看看 清不清晰 真的好清楚 真的是橡皮汤 不是糖果呀 是我没看清 误会你了 没事没事 嘟嘟嘟 我现在看得好清楚啊 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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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哥哥 哥哥 选火 都有 说 有 嘩 救我啊 嘟嘟队道 我们这嘟嘟的到底是谁 那是我们的老对手 银河道理团 胖胖 就把问题交给我们俩吧 哥哥 威威 你要干什么 我要找你们算账 要不是你们坏事 我怎么会失去狮子一族的领袖地位 还有长颈鹿城堡那次 我差点就当上了草原的酋长 威威 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狮子一族的领袖 本来就不敢是你 狮子一族的事情 轮不到你们老虎来管 行 我们不管你们狮子的事情 我们还有事要办 请不要拦着我们 如果我说不呢 我就不信你能拦住我 怎么样 我的身手可是很灵活的 嘟嘟 嘟嘟 Farewell AR Ć WOW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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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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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的那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为什么能把我妹妹一下子吸进去 这是空天球 我们银河道理团的外星高科技 管你什么外星科技 快把我妹妹放出来 犀牛族群虽然天生大力 但是其实都是大进士 我已经知道你们犀牛的弱点 只要猎师小技拿走你们的眼镜 你们俩干得不错 别夸我 这种脏活可不是我做的 你别冲着来呀 来呀 来撞我呀 太巨人了 就让我来抱威威一把吧 太巨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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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瞄准的明明是老虎 是你自己封过来挡着我 别愣着了 快对付那俩只老虎 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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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再愣着了 你们正去外出了 汪布队长 那犀牛过来了 没事 还是睁眼瞎 过来也没用 对不起 好 好 好 离开 啦啦啦 这 这把枪绝对不能给你 胖胖 能看清我的手臂吗 你就顺着我的手臂指的方向 实践跑 我去你看路 好 你别跑呀 都都 你没受伤吧 谢谢你们教了我 你们跟我们回犀牛圈拨泼水节吧 对呀 泼水节快要开始了 那可是犀牛族和大象族最最最重要的节日 好呀 第268个 第269个 好的 全都做好了 美人一副眼镜 来拿吧 世纪变得好清晰哦 我一直以为中心广场上摆的是一块大石头呢 原来是一个犀牛的雕像啊 你看 我像不像这座雕像 我没看错吧 嗯 我觉得你没看错 原来河边的那些高山都是垃圾山啊 都怪不得总有丑尔飘进犀牛阵 这些垃圾都是附近的城市倾倒在这儿的 卡卡 谢谢你给我们制作了眼睛 哈哈 不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下班啦 下班啦 我们下班啦 下班啦 下班啦 我们下班啦 你们终于回来了 卡卡 刚忘了说 我们还有三十多位居民刚刚下班 麻烦你喽 呃 呃 呃 没问题 举 举手之劳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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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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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找你 呃 啊 还有人没眼镜吗 我立刻给他做一个 哦 不 那是我的朋友 大小达达 我想他应该没有记持的烦恼啊 胖胖 胖胖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他这么着急地找我呢 我们快过去吧 嗯 等等 我在这儿 胖胖 你快帮帮我 胖胖 发生什么事了 哦 你们居然在这儿 你们认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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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我的背包可不能进水 嗨 卡卡快跑 快待会儿再做技术 嗯 嗯 嗯 等等 你这是干嘛呀 嗯 嗯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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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鼻子里面好像没水了 嗯 这下他应该能好好说话了吧 啊 哥 不会这么巧吧 噗 噗 是卡卡侦探和琪琪女侠 你们要一起泡澡吗 不了 谢谢 今天女人为什么到处都有水啊 放开我 董董 你冷静一下 胖胖 你干嘛 快跟我一起对付那两只老虎 他们是我的朋友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胖胖 你放开我 不行 我觉得你现在很不冷静 如果放开你 我怕你会做傻事 胖胖 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 你为什么要帮坏人 坏人 哪有什么坏人 他们就是坏人啊 就是他们 在我们大象镇搞破坏 现在他们又跑到犀牛镇来 一定是想阻止我向犀牛求救 达达 他们一直跟我在一起 压根没有去过大象镇啊 没去过大象镇 对啊 就算你不肯相信我们 至少应该相信胖胖吧 达达 你冷静点 慢慢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刚才 有两只跟他们长得一样的老虎 用一个奇怪的装置把大象镇的人都弄得晕头转向 没有了任何反抗的能力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于是就想着赶紧来犀牛镇求助 一定是银河盗猎团 银河盗猎团 没错 他们就是多年前 入侵神奇乡的那帮外星人 现在 他们又要卷土重来 哪有什么外星人 肯定是你们在瞎编 是真的 嘟嘟都差点被外星人抓走了呢 幸亏卡卡琪琪帮忙 嘟嘟才逃过一难 既然你这么说 我就暂且相信吧 我们也别在这儿聊天了 赶紧去大象镇看看吧 对 出发 银河盗猎团到底干了什么 这些大象突然间就痛苦地倒在地上 河盗 它们就是袭击大象镇的老虎吗 没错 他们一来 我们大象同胞就耳朵难受得起不来了 卡卡 他们拿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上次那个 那个 外星很像 但用途应该不一样 冒险笔记上说 大象的耳朵非常灵敏 能听到很多听不到的低频声音 估计它们手上那个奇怪的东西 就是用来发射低频音波 大象们才被折磨得这么难受了 上次在狮子谷 我们就见过这个东西 控制着河马和狮子 所以说它们一定是银河盗猎团 嗯 原来是这样 既然误会解开了 您就赶紧去营救大象吧 狗狗 你有什么计划 低频音波对大象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 银河盗猎团居然能长期处于那种环境中 我推测 它们的头套有隔音功能 那只要打费它们的头套 就万事大吉了 嗯 看你们还怎么嚣张下去 小老虎 你说什么 哎呀 你们终于来了 队长 你说什么 你们两个家伙 我等了你们很久了 不不 你在干嘛 一起感受一下 低频音波的厉害嘛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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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一副耳证 快 啊 你说啥 不听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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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杖 不痛吗 不明白 耳杖啊 耳杖 谁敢来 这次我要把你们装进我的空间球 三四郎 把空间球拿来 你说啥 莉莉莎 把空间球拿来 我要把这帮家伙一网打进 你说什么 空间球啊 空间球 听不懂吗 原来你说这个呀 可兰就直说嘛 还好我早有准备 不是饮料 是空间球 懂不懂 这个呀 你说清楚啊 没想到你会喜欢这东西 你不受够了 放耳杖取下来 虽然我们听不见这低音 但是音量开太大 我们也很难受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把空间球拿来 把他们一网打进 他 他 他们过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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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鸠后儿 嗯 不 你在干什么 薇薇 这东西让我耳朵不舒服 你又不给我耳罩 只能打坏它 你要耳罩跟我说呀 有必要打坏这么珍贵的低频音响吗 我输了 是你不把我当回事 你什么时候说过 我刚刚就说过 你们停一下 我想说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 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非常危险 是用双全的两只小龙虎 请接受我们最真诚的谢意 成为作水节的贵宾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哥哥 你的背包好厉害呀 对吧 它还会飞呢 你看 太酷了 在哪能买到 是偶然在一家古董店碰到的 当时我是一名侦探 在跟踪调查大都会居民失踪案时 发现这个背包的 它上面的标记 和我手上的冒险笔记一模一样 我就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谁能告诉我 这怎么启动啊 停 帮我抱一下来 快启动滑翔伞 启动滑翔伞 原来是你在说话 这个背包是你发明的 是的 我是苏博士 那时我才知道 这个背包和笔记都是苏博士的 苏博士 是那位传说中的苏博士吗 谁是苏博士 苏博士是传说中的大智者 很久以前 从另一个时空来到神奇星 带领居民们赶跑了银河盗猎团 哥哥 你跟苏博士说过话 嗯 苏博士告诉我 银河盗猎团又潜入神奇星了 我们要团结起来阻止他们 大都会的居民失踪案 就是银河盗猎团干的 嗯 是的 我当时拿着背包上的警报器 一路追踪外星人 谁知蒙面女侠半路杀出来 把警报器踢坏了 蒙面女侠 呃 她为什么要踢坏你的警报器 那个蒙面女侠就是琪琪 当时她也在调查居民失踪案 她把我当成坏人了 原来你也是老虎 最终 在我的天才推理之下 我们准确找到了 关押失踪居民的地方 交给我吧 旋风狐腿 尝尝高牙店的滋味吧 琪琪姐姐好帅 好厉害呀 蒙面女侠果然不一般 啊 明明是我想到利用电线对付外星人的 哈哈 当然是我最帅 哦 琪琪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供服女侠来去自如 要你玩 那你说说 后面发生的故事吧 你们想听吗 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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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说吧 那天以后 我就跟卡卡一起寻找银河盗猎团 发现他们要绑架巴黎虎贝贝 原来他们真的是银河盗猎团 我早说了 不能以貌取人 他们应该想对那只小老虎做什么坏事 过程呢 说说功夫女侠 在救出贝贝的过程有什么贡献 过程 我记得是 这是空间球 能把你们这些小动物永远禁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 禁闭 永远禁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 可不会吧 我好害怕呀 不会吧 七七 你竟然怕黑 这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一次意外 那时候我掉进了一个孤井 被困了三天 只要是又黑又小的空间 我就害怕得动都不敢动 后来 还是我用了一个既高明又科学的方法治好了它 这是我从古书上看到的一种暗示法 当你想到梅子很酸时 嘴里就会分泌唾液止渴 只要把山洞想象成其他地方 我就不会怕了 好香啊 卡卡 我来救你了 要不是我天才大侦探 蒙面女侠现在还是怕黑女侠呢 所以我才是最帅最厉害的那个 让你尝尝怕黑女侠的厉害 我有说错吗 你看 连流星锁都看不过去要教训你 琪琪姐姐 这个武器好厉害呀 在哪里买的 这个叫流星锁 也是在那个山洞里面找到的 那天我治好了心病 和主播主卡卡一起掉进了山洞的秘境 里面群世机关 差点要了卡卡的小命 最可怕的是一个能让人产生幻觉的机关 让某个天才侦探中了招 要不是我叫醒他 现在还在里面犯傻呢 后来 我们在秘境的宝箱里发现了流星锁 我使出各种接招把它收服了 你们的故事好精彩啊 可以再说吗 我们还想听 说吧 说吧 我们还想听 太多好玩的故事啦 从哪儿说起呢 就先说 河马山 狮子古堡 还有朝顶路城堡 这次行动失败 全是你的责任 笑话 是你们太弱 别想在我身上找借口 要不是你不听指挥 瞎看 我们早就成功了 你这位御蠢还想指挥我 我可不是你的手下 你太过分了 队长 我来帮你 你们在瞅什么 我有一个紧急的任务交给你们 团长大人 你有什么吩咐啊 犀牛阵和大象阵的泼水节马上要举行啦 一想到泼水节我就来起 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 毁掉这个节日 为什么呀 残酷 让团长大人先说完 因为他们的泼水节就是我们的团驰之日 是我永远都忘不了的日子 许多年前 我们入侵神奇兴失败 竟然被这里的动物人废不成军 这是我们银河盗猎团自成立以来第一次的溃败 而我们彻底的那天 刚好就是无垠草原的泼水节 看见这些家伙开开心心的泼水节庆祝 对我来说 这简直就是七吃大肉 好可恶的犀牛和大象 没错 他们实在太可恶了 一点都不关心我们银河盗猎团的感受 伯部 我命令你 必须破坏这次的玻璃节 我要让这帮草原居民知道 我们银河盗猎团的恐怖 是 团长大人 哦 知道了 团长大人 哟 好厉害 可可 你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大象们都是艺术家 经过他们的布置 中央广场马上变好看了 我们大象一族最擅长就是植物 你看这 再看这 哇 好漂亮哦 还有还有 你看那个大水桶和大喇叭 是我们犀牛一族建造的 你们犀牛一族真厉害 嗯 等到大水桶里注满了水 哎 就会哗啦一下 从上面一旋而下 那场面壮观 在大水桶倾泻的一瞬间 象征着今年的泼水节正式开始 好期待啊 泼水节是我们草原北最古老和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我身上泼水是寓意取刷走所有不好的东西 破得越多越奇想 真希望泼水节性盖就开始 哈哈 看看着急了呢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好臭啊 啊 又是那些垃圾的味道 啊 为什么这些臭味突然变大呢 啊 垃圾山倒了 快去看看 我有不好的预感 我也是 泼水节 你们泼垃圾就差不多 泼垃圾 泼垃圾 这能量泼只能用很短的时间 只好靠铁锹了 莉莉莎 喂喂 快过来帮忙啊 我不压 这里又脏又臭 你想跟我说话吗 算了 还是靠自己吧 靠自己 靠自己 三四郎 你怎么往这边铲 你不是叫我从这边铲的吗 三四郎 别动 举起手 举手 这 这 这该怎么办 河里到处都是垃圾 这下完了 这些垃圾会污染河水 破坏掉泼水节的美好寓意的 啊 卡卡 你快想想办法 嗯 啊 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你们看 河面上的垃圾都是漂浮垃圾 我们可以用一张大网 来拦截和收集这些垃圾 这是这个办法啊 可是 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大的网呢 哈哈 这个简单 看我的 大象们 集合 看我的 虚牛们 集合 啊 这é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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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áility 推啊 받 啊 诚 index 诚度啊 ów 诚度啊 мик 我总觉得是银河盗猎团在搞事情 可能真的只是意外而已 好脏子 我叫你举起手 没叫你拿的铁球举起来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三四郎 因为你的乱来 我的泼拉机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又是我的错 不不 快想办法弄走这些垃圾 藏死了 最起码让我们回到垃圾上面呀 弄走 上面 我想到新的计划了 你是谁 功夫女侠 琪琪 你又是谁 超级大侦探 卡卡 我今天就要好好收拾你 让大家知道 谁才是最帅最厉害的老虎 那就不废话了 看招 看我的 强陵带鱼 强陵带鱼又怎么样 我这招叫 捧扫千军 轮到我了 咦 咦 都都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刚高雅 我感觉到有杀气了 别跑 看我的 哎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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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还在我们团齿之闻上这么开心 咱们实在是太讨厌了 哎 怎么还是一股垃圾味儿啊 哎呀 去 哎 你笑什么 我没笑 你可才明明在笑 嗯 我笑 是因为我想笑而已 关你什么事 你 你 又是因为你 我们才失败呢 你说清楚 是谁导着失败 嗯 就是你不跟我们一起行动 不听我的指挥 我们才会失败 哼 我说过 我们只是暂时合作 我的目标 只有那两只牢 我不管 当年我们伟大的银河盗猎团 败推的那一件 他们竟然还泼水轻重 这简直就是我们的团齿日 我不管 我要破坏他们的泼水间 泼水间是你们的团齿日 跟我没关系 我是高傲的狮子 才不像搞这样的恶作剧 你 你 你 我 我 你什么 我说错了吗 我原的味道是从你身上传来的 臭死了 算了 不跟你争了 三四郎 还没找到吗 来 来了 就用它来破坏他们的泼水间 你 我部队长 这是什么呀 这不是空间球吗 颜色不对 对呀 外形跟空间球一样 就颜色不对 这是犀利球 你们没见过 看上去跟空间球差不多 但又法不一样 这东西怎么用 看 这个犀利球会把垃圾都吸住 变成一个垃圾球 把它丢到垃圾山 就会像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我们一起去垃圾山 把他们的泼水结 变成垃圾结 垃圾结 垃圾结 还要去那臭死人的垃圾山呢 听话 弄完这次 我们以后就再也不搞垃圾了 奇奇 有没有感觉到 什么东西在震动 对呀 我也感觉到 好像是垃圾山那边出来的 那是什么 我看看 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垃圾球 那是什么呀 那是什么呀 快跑啊 别过来呀 不可怕呀 什么东西呀 好险哪 奇奇 出错 哎呀 如果没有人把控方向 垃圾球就会乱拐弯 偏离方向 那怎么办啊 有了 我们制造三个垃圾球 一起操控着它们 去破坏泼水结 博部队长好主意 不 我不要 快 没时间啦 快去吧 快 我们仨一人推一个 冲刺它们 哎呀 这么脏 别弄脏我的手 哦 这要破坏刚刚的波水结 我就立大功了 我也要立大功 喂 三四郎 你没信 若你们感受一下 我们银河闹链团带来的 恐惧吧 哎呀 我来了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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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聊 绝不让你们过去 没错 不能让你们破坏泼水结 看我用垃圾球污染水源 让你们的大水桶和大喇叭里面 真是垃圾 泡泡 等等 你们别逞强 是啊 要先确保自己安全在行动 可是这样下去 水源会被它们污染的 泼水结被它们搞乱套了 交给我们吧 你们先去看看 有没有居民受伤 小老虎在那里 哈哈哈哈 取取垃圾球 我一招就能把你打散 嘿 看招 牛精锁 打散它 你太小看我们的犀利球了 什么 哈哈哈 Mexico 魔 axe 怎么办 没办法打散它 菊菊 你没事吧 鸡血手臂 看招 糟了 只会让它越来越大 没想到波波队长还有这么厉害的计划 但是 推着垃圾还是好恶心啊 好险啊 那是什么 那个水桶 竟然在两个垃圾球中间飘起来了 我明白了 银河道理团应该是用了类似磁铁的东西 才把垃圾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 鸡剑 还记得那个拐弯的垃圾球吗 怎么了 它们的垃圾球太大了 我们都比不过 如果我们也跳上那个垃圾球 才能跟它们有一战之力 明白了 我们走 想去哪儿 过来 这都能躲开 看我的 不会吧 成功了 接下来就看我的 出发 小心点儿 我们要这样 这样 这样 嗯 我明白了 它 它们也用上了垃圾球 它们亏着垃圾的样子 好恶心啊 我自己不也是一样吗 别怕 我们有三个垃圾球 它们只有一个 一起上啊 一起上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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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时候了 停下了 好 你 停下了 你 停下了 三四郎 我们一起转 好 这个才被吸住 只要把所有的垃圾球都撞在一起 就会像磁铁一样 吸在一起不能动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嗯 是的 总之就是 它们现在不能动了 那轮到我们开始反击了 没办法了 先撤退吧 可是我们现在都动不了 怎么撤退呀 哎呀 快点 我真的受不了被垃圾包围的感觉 我们还有威威 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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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吗 威威 听到了 又怎么了 快点救我们回去啊 你们又失败了 快点啊 真拿你们没办法 快点啊 来了来了 急什么 对了 这飞船在天上 我怎么下去救你们啊 对啊 它不会驾驶我们的飞船 快点啊 我受不了了 喂喂 我教你怎么开我们的飞船 我说你做 一步一步来 首先你按第三排第三个按钮 再按第四排第七个按钮 接着按第一排第三个 然后是第二排第五个 接着是第四排第六个 第三排第二个 第四排第七个 第一排第三个 你说话慢点 我记不住 快点啊 救人要紧 最后是第二排第一个 你知道我们狮子最讨厌这些机械东西 你还叫我问 第二排第一个是吗 问 那是什么 不 它按错了秘密武器的按钮 快跑 怎么回事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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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位了 卡卡哥哥 琪琪姐姐 你们真的要走了吗 多留几天吧 风水节才刚开始 后面还有其他节目 不了 你们都看到银河道理团 有多可怕了 他们掉进了巨树森林的方向 我们要马上赶去那里 通知当地的居民 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回来 好 我们一定会回来一起玩的 出发 下一站巨树森林 地图显示 前面就是巨树森林了 银河道理团的飞船 就是往这边坠落的 不知道他们又打什么鬼主意 得赶紧找到他们 奇怪 刚刚看的地图上 没显示有墙啊 卡卡 那不是墙 你看 好高档的树啊 这就是巨树森林啊 再高一些 真好玩 这个品种的话我从没见过 这个树叶我也没见过 这是什么 这么大的昆虫种族 我只在苏博士的记载里看得过呢 一看就是没去过树虫城市的 大惊小怪 就是 比我们更大的昆虫种族多的是呢 哦 树虫城市 好想去看看呀 看着快来 哼哼 太好玩了 哼哼 太好玩了 哼哼 太好玩了 哼哼 又是这帮家务 哼哼 又是这帮家务 坏蛋 快离开巨树森林 哦 它这是躲起来了吗 嗯 不过 它挺可爱的 坏蛋 我芝芝不欢迎你们 我们真的不是坏人 你的名字叫芝芝吗 我不听 你不要过来 哥哥 哥哥呀 没事吧 坏蛋快放开我 把这东西拿开 对不起 我只是想救你 你们不要装好人了 你的机械臂 和前些天来的坏蛋一模一样 还想骗我 机械臂 坏蛋 肯定是银河盗猎团他们 嗯 请告诉我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或许我们能帮上忙 哦 嗯 其实 就在前几天 那三个坏蛋突然出现 那个地方可真是漂亮 是呀 脸很漂亮的 啊 那是什么 啊 哎呀 哎呀 去吧 爸的东西给我找出来 啊 这点小事 让三四郎去就好了 我很忙的 嗯 嗯 嗯 还不快去 嗯 是 队长 啊 坏蛋 银河盗猎团真的太讨厌了 芝芝 你别担心 卡卡和我都会帮助你们的 哦 嗯 芝芝他们没有抓走居民 却抢走了树藤 这些树藤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这些树藤爬梯都是咱们先祖建造的 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很珍贵的 啊 啊 仙祖 很多年的历史 啊 卡卡 你在找什么呀 这些树藤似乎都是从这儿长出来的 你看 啊 这是 你们不能管它 啊 这可是我们最珍贵的老树藤 先祖们说过 昆蜀阵就是基于它才建造起来的 难道银河盗猎团要找的 就是老树藤 快跑啊 大怪他又来了 啊 啊 回au啊 啊 队长你看 我找到了这些 团长大人不是说了吗 这样的树藤全都不对 有最古老的那根树藤 这树藤到底有什么厉害的 随便一根不就得了 非得要浪费我的美容时间 这可是最高基地 团长大人怎么可能告诉你们呢 那队长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 我当然知道了 你们赶紧找到团长大人 要的那五样东西就行了 赶紧行动 今天就算把这里放个底抽天 也得找到那根最古老的树藤 是 队长 这里还有一根 这根 还有这根 都带回去 要对付他们 得用飞行螺旋脚 可电量没法支撑啊 怎么办 流星锁 哎呀 是谁打我 又是你们 机械 行动之前 先想好计划呀 等你想好了 他们早就溜走了 看招 现在 只能用迷你侦察机 干扰他们的行动了 吹吧 讨厌 快走开 不要把我的窗户化了 快把他们甩掉 赶紧找到老鼠藤 不行 迷你侦察机的速度追不上 糟了 他们要去吱吱那边 啊 琪琪 快去保护老树藤 不能让银河盗猎团得到他 啊 不是这边吗 这边 这边哦 啊 没错 我们快去 快跟上 他们肯定知道老树藤在哪 现在怎么办 让他们离老树藤越远越好 到时候我们就这样 怎么分开了 不管了 快追 哎呀 我不想追了 放心吧 卡卡 我会保护好老树藤的 原来在这边 别跑 琪琪 做得好 快把他引开 老树藤在我这里 不 是在我这儿 莉莉莎 你去那边吧 我从不亲自动手 那些树藤可扎手了 伤着我怎么办呢 你那么想要 我就给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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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离山了 我一跑 哎呀 成功了 队长 我找到老树藤了 哎呀 什么 哎呀 做得好 我们马上回来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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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老树坛 你们可别想走 哦 琪琪 就凭你一个 你想阻止我们银河盗猎团 三次郎 莉莉莎 来帮忙 那也比不过我们 哈哈哈哈 小雕 我来帮忙 只有大家一起努力 才能阻止他们 保护屯鼠阵 大家一起来 没有什么好怕的 你还止住 保护屯鼠阵 我们也要出一份力 银河书 快较快出 别垃圾 别趟了我的逃犯 哈哈 你进不来 哈 哈 嗨 哈 不要啊 非凡失控了 救命啊 我们该会回来的 老树藤保住了 太好了 我们赢了 只是找树藤而已 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都 都快 三四郎 要不是他还把我们撞飞了 树藤早就到手了 又是我 你怎么不说说是你们俩先松的手 那是我们帮你提挡着他们才松手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老树藤的藤丝 很好 接下来还有四样东西 只要出奇了他们 巨树森林就完蛋 哈哈哈哈 好香啊 不愧是我娘的百花蜜呢 嘿 快点爬上去 看到了吧 闻到味道了 啊 谁 是谁 好香啊队长 可以尝尝吗 尝 我让你尝 哎呦 别打我 啊 啊 难道是听错了吗 快点 找到了没 摩 摩 摩到了 我的少年花蜜呢 走这边 哇 好漂亮啊 是很漂亮 不过真奇怪 为什么一棵树会长出这么多不同的花呢 就知道你会这么问 其实这棵就是巨树森林的始祖树 始祖树 传说巨树森林的所有花朵都是从始祖树上诞生的 全世界的花儿都能在这里找到 嘿嘿 所以这里也有能配置出全世界最珍贵最美味的百花蜜 啊 这些花真的漂亮 一看就好好吃 卡卡 你也赶紧闻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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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 哈哈 我刚要提醒你们 这里生长着最香的花 也有最臭的花 啊 你怎么不早说 嘿嘿 不过接下来就可以吃到美味的百花蜜了 嗯 今年的第一批百花蜜 被称为首酿的花蜜 已经提炼出来了 哼 太棒了 我最喜欢吃甜的了 芝芝 谢谢你 嘿嘿 也谢谢你们 帮助了屯鼠镇 呃 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啊 啊 芝芝 你要帮帮我 啊 大儿 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少年花蜜 昨天晚上被偷走了 啊 吓死我了 啊 那你有看到小偷的样子吗 或许 小偷有留下什么痕迹吗 那你有看到小偷的样子吗 或许 小偷有留下什么痕迹吗 好呀 真是贼海猪贼 啊 大儿 你是不是误会了 他们是我的朋友卡卡和琪琪 我的大耳朵是不会欺骗我的 昨晚那两个倒在的声音 跟他们一模一样 啊 可是 我们今天才第一次来到花蜜商店呀 对 我们昨天还在屯鼠镇呢 芝芝可以做着 我不滑 你们滑我滑滑滑滑 滑滑 安静 看来你对声音真的十分敏感呢 大耳是对声音感应最灵敏的大耳兔 难道他昨天听到了我和卡卡的声音 这么神奇 要不 我们来个按键重演吧 大耳 你昨晚听到的声音从哪传来的 好 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 昨天晚上 我的百花蜜就是放在这张桌子上 卡卡 你发现了什么 你看看 这是不是你的手酿花蜜 真好吃 不愧是我酿的百花蜜 果然是这样 这个痕迹一定是犯人偷走花蜜时留下的 看起来像手掌印 不过 比我们的大多了 看那是不是就证明小偷不是卡卡和琪琪 就是我们偷的 这只笨兔子 永远都不会知道 手酿花蜜真的好好吃啊 那只 就是你们偷的 你们都承认了 我什么都没说呀 把花蜜管我 你还想抢走其他的画面 不是这样的 大王 你冷静一点 这只兔子真的好笨哦 好啊 赶紧打起来 芝芝 你也听到其他声音了吧 嘿嘿 其实我们在用肚子说话 肚子怎么能说话呢 对对 我们绝对不能承认 要骗那只笨兔子和笨豚鼠 我芝芝从来不骗人 还说不是你们偷的 小心 芝芝救命啊 他们还得抓住我 我们没有 打起来了 好玩 好好玩啊 你们好脏啊 不要把树叶弄到我身上 队长 能想到伪装成卡卡 芝芝的声音 你真的好坏哦 队长 你好坏哦 队长你好坏哦 我一点都不觉得你在夸我 卡卡 芝芝 所有的百花蜜蜜都是我的 看你们这次怎么跟我动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好了没有 我想回去睡觉了 这就是这次任务要得到的手酿花蜜 好香啊 这肯定是美容神器 好甜啊 太不消化了 我都还没瞧 什么声音 被发现了 快跑 是谁在外面 伯布 都怪你 昨晚把花蜜都吃光了 是三次狼掺嘴 明明队长吃得也很开心啊 他们不是还有一瓶手酿花蜜吗 待会儿只要那瓶花蜜一出现 我们就马上处处抢过来 团长大人可为耐心 等我们慢慢玩变身游戏了 这次你们谁也不许再吃 交给我来报馆 两个小偷 你们不要想抵赖了 今天好热闹呀 烤拉婆婆 你来得刚好 我抓住了两个小偷 他们偷走了今天为你准备的手酿花蜜 是烤拉婆婆 不 你忘了吗 他们一族都长得一模一样 他肯定是烤拉婆婆的姐姐和妹妹 不 我就是烤拉婆婆 大儿姐姐 卡卡和琪琪绝对不是小偷 他们帮助了许多地方的居民 一定是一场误会 既然烤拉婆婆这么说 我就暂时相信他们 今天就胜着一瓶寿娘花蜜了 谁在走听 为了品格星际资源等分配 为了收藏宇宙最美的珍宝 穿越银河火线 凝聚暗黑力量 佛部 莉莉莎 三四栏 银河盗猎团 既要有小队 又是银河盗猎团 知道的太晚了 这瓶花蜜也是我的 我的少年花蜜 快追 别想跑 走那边 太子们还能往哪里逃 伯木 快把手娘花蜜还给我们 休想 它是我们的 不好 它们要跑了 七七 蘑菇伞是有弹性的 听我的 用力爆 办法不错 卡卡 这些肥包还没修好 那我也会碰 琪琪 到我们表演了 挺好玩的 我先来 卡卡 你干嘛 着陆失败 加油 卡卡 琪琪 卡卡 这里 你不要唱了 守一样 啊 不好 安全接收 气死我了 三四郎 莉莉莎 给我把手娘花蜜 抢回来 啊 原来小偷是你 看来真相大白了 接下来看你们的啦 卡卡 灵河道连团 接受惩罚吧 再见了 考拉婆婆 希望下次遇到的 还是考拉婆婆你 可惜全世界最珍贵 最美味的手娘花蜜尝不到了 请收下这瓶百花蜜吧 之前误会了你们是小偷 很抱歉 这个就当做是我的道歉礼物吧 也是认识新朋友的礼物 这虽然不是手娘花蜜 但这也是巨树森林排名第二的 百花蜜呢 谢谢你 大儿 我交代的任务呢 波波 参长大人 这次全都怪三四郎和丽莎 是他们吃过了手娘花蜜 不对 明明是队长你把瓶子丢掉了 我只尝了一点点 不怪我似的 闭嘴 团长大人 您听我解释 团长大人 您要的手娘花蜜就在这里 这次算你们勉强够关 三四郎 给我放手 让我吃一口吧 队长 团长大人 团长大人 是不是有新任务了 瞧瞧你们的样子 还敢听我 团长大人 放心 我们这次绝对会完成得精彩漂亮的 就担心地一次 它 就是这次的目标 是它 它来了 它来了 躲起来 快躲起来 怎么回事啊 到底是谁来了 把你们吓成这样 这样应该会香香的啦 咔咔 咔咔 你没事吧 这味道 咔咔咔咔 现在你们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啦 它是谁啊 它叫喷喷 是臭幼乙族的 它每周都要来我这儿买东西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它才好 哦 放出臭气 是臭幼乙族的特性 可是 这并不是它的错 我们更不应该 为了这个躲着它 卡卡 我们去认识一下喷喷吧 给你 你叫喷喷是吧 你们是 我叫琪琪 这是我的朋友 卡卡 你好 对不起 我的 不行 这气味我受不了 你 你 你说谁的气味很臭 让你受不了啦 我 我没说你臭 只是你的香水味太香了 我对香水味过敏 你怎么能对小女生说这些话呢 哦 我说错什么了 总之 你得跟人家道歉 还有 把这些花蜜送过去 好吧 玫瑰 百合 还有芦荟 我的香气满满一百天香水又失败了 找到你了 你 你们是谁 只要把臭肉的臭气和毒蘑菇带回去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它会发出很臭的臭气 我们先带上玻璃球 明白 臭气 毒蘑菇 快 抓住它 你们想怎么样 我说 快去抓住它 啊 你说什么 波波队长 戴上了玻璃罩 我什么都听不见啊 啊 不要啊 别让它逃了 我这一把枪给来装了一下 可以切换成吸力模式 你是不可能逃出这枪的 你呢 住手 血风腿 哎呀 你没事吧 又是你们 这次 让你们尝尝我新研发的辣椒小爆蛋的威力 三次郎 把子弹拿来 你说什么 辣椒小爆蛋 我都给你了 把子弹拿来不及 流星锁 谢谢 小心烟雾 这些红烟是怎么回事 我的眼睛都撅不开了 这烟雾含有辣椒分子 会刺激眼睛和鼻敲 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这一回你们都跑不掉了 三次郎 赶紧去抓臭用 是 不要 不要过来 把东西交出来吧 我保证不伤害你 别跑 看你们往哪儿跑 你人太强了 只要下去 我们会输的 有了 你打算飞走吗 可是喷喷怎么办 不是我要飞 是这些烟雾要飞走了 只要把转动方向反过来 螺旋桨就像一把电风扇 可以把电风扇转 我的辣椒小暴弹 我的发现全乱了 怎么 跑不动了 这回没人能帮你了 有我们在 你们别想伤害喷喷喷 还是得靠我 嘿嘿嘿嘿 没子弹啦 今天不行还有明天 我们银河盚猎团 711小队 一定会回来的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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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咳咳咳咳咳咳 我可能知道为什么了 盼盼 要帮忙吗 要踩密码 要喝馋吗 够了 你烦不烦 为什么老是忽然跳出来吓我呢 对不起 对了 我有东西要给你 我看你喜欢各种各样的花 所以给你做了这个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这是 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 之前在花蜜商店惹你生气了 真是对不起 你要是不喜欢 可以不带的 我很喜欢 我已经很久没收到过礼物了 为什么 大家不喜欢我们臭友一族 嫌弃我们的气味都躲得远远的 谁还会给我送礼物呢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气味 水果 我 花朵 卡卡 我还有你 我们都不一样 嗯 没错 所以 不管你喷不喷香水 我们都能做朋友啊 哼 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卡卡 琪琪 谢谢你们 哦 对了 喷喷 你好好回想一下 当时银河道理团来抓你 到底说了什么 其实他们 只要把臭油的臭气和毒蘑菇带回去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臭气 毒蘑菇 收集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不管他们想干嘛 他们要是还敢来 我就好好教训他们 谁要教训我们的 反正那臭油身体不臭 我们也不用再带着玻璃罩了 潘潘 太后一喊跑 你就跑 快 把他抓回去 是 跑 你以为逃得掉吗 我早就让三死狼在院子四周 埋了一圈的年年地雷 一踩就会连住的 糟了 潘潘 快停笑 等等 不是队长你去埋的吗 我让丽丽莎叫你去的呀 丽丽莎没跟我说呀 人家那个时候在做面膜嘛 哪里管得了这些呀 丽莎 泡泡 泡泡牢笼 啊 啊 啊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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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喷 继续跑 绝不能让他们抓住你 啊 琪琪 我不行的 嘿嘿 嘿嘿 啊 啊 我看他 赶紧跑 你让你尝尝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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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呀 我全都给你打回去 再试试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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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哈哈哈哈哈哈 两个爱熟爱酒的家伙都搞定了 这下 就没有人能阻止我们了 耶 卡卡 琪琪 噴噴 别管我们 快逃 没错 你赶紧跑 把他们关进空间球 丑死人了 是 不要 哎 不许你们伤害我的朋友 接招吧 嗨 嗨 嗨 啊 诶 诶 这是什么呀 哎呀好臭啊 哎呀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看不到了 我的脸好臭啊 队长 你们在哪儿啊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要回去洗礼洗洞洗走 太扯了 快去啊 这臭幽太可怕了 救命啊 你们给我挡住啊 我已经回来了 彭彭 谢谢你救了我们 你的气味攻击 真是太厉害了 对不起 我不是说你臭 卡卡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要生气啊 我没有生气啦 你说得对 这是臭幽一族独特的气味 这就是我们真实的自己 团长大人 这次的任务出了点小小的意外 是吗 单看你们这幅狼狈箱 不像是小小意外 哎呀 烦死了 这股味道怎么盖都盖不住 我的香水可贵了呢 团长大人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下次我们一定会捉住那只臭幽完成任务 不用了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让你们收集臭幽的臭气 现在 那臭味不就在你们身上吗 对啊 这么说 我的任务都完成了 太好了耶 再也不用去抓臭幽了 那我可以回去好好洗个澡了 慢着 在完全提起你们身上的臭气之前 谁都不许洗澡 不是吧 我们快到独孤林了 听说独孤林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银河盗猎团真的会去吗 嗯 既然喷喷说了 他们要找毒蘑菇 那他们肯定会去那儿的 哇 这里就是独孤林了吗 那些蘑菇好大 好漂亮啊 何人要闯独孤林 你是谁 在下爪爪 是独孤林的守门人 守门人 独孤林是巨树森林的禁地 异常凶险 我们虎猫一族世世代代在这守门 防止居民误入独孤林 你好 我们也是来保护巨树森林的 希望你能让我们进去 追逐银河盗猎团 阻止他们破坏这里 银河盗猎团 他们是外星人大坏蛋 之前他们还在囤属着 百花商店大闹了一通呢 明白 但你们不能进去 为什么 我们是去抓坏人的 独孤林太危险了 普通居民都是有去无回 你们也请回吧 我们再不进去就晚了 跑 他追不上我们 他速度太快了 根本就看不到他的动作 再来 危险 危险 卢孤林里的蘑菇千奇百怪 这不过是其中一种 你们连这都对付不了 就别想进去了 太奇怪了 为什么我们一直会转圈圈啊 我猜 是爪爪使用毒蘑菇里的某种成分 影响了我们的感知 但是大晚上的 他肯定睡着了 现在就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他的呼吸不像是睡着了 我看他也是练功之人 不好对付 我有外套了 我有外套了 抓住了 好快的速度 流星锁 他该不会生气了吧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看来他很喜欢流星锁啊 还能这样啊 不好 这次的任务很重要 我们要找的是 有七个角的七星菇 我可不想碰这东西 看起来会让我的皮肤过敏 队长你看 我找到了这么多魔供 它们是不是七星菇啊 别急 我看看 找到了 不对 绿色 不对 这个 这也不对 队长 你是不是分不清 哪个才是七星菇啊 你在这儿 让让我能分得清楚吗 毒魁的啥魂 不敢生气威威 弄坏了我们的内地武器 不然 我们就能轻轻松松 把这里的毒包裹 全部吸走 不过呢 聪明的我 可以改良了空间球 记住 一个都被漏 好的队长 我现在就去队长 你去帮忙 吃它 吃它 你们两个 快停下 这个家伙 怎么甩都甩不掉啊 谢谢你啊 糟了 这 这是什么 又是银河盗脸团 干的好事 只会麻烦了 我还要吃 还要吃 别吃了 再吃下去 毒蘑菇都被你吃光了 不好吃 毒蘑菇临手 没人在此 不许你胡来 这是 不好 卡卡卡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想想 我想想 三四郎突然变异 应该是吃了具有某种毒素的蘑菇 如果知道他吃了什么 或许我们能找到解药 是巨化碳之菇 那是什么 这是毒孤灵毒性最可怕的蘑菇 中毒的人眼睛会变红 不停进食毒蘑菇 身体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永远不会停下来 永远不会停 越来越来越大 那可怎么办啊 看看你们干的好事 那巨化碳之菇 有解药吗 只要吃下缩小菇 它就能恢复正常 但是 毒孤灵的缩小菇很稀有 不容易找到 况且 现在一个毒蘑菇都没有了 三四郎还在不停地吃毒蘑菇 就证明 他没有吃到缩小菇 缩小菇 肯定还在某个地方 我还要吃 快跑 我们快跑 等等 你看 救命啊 救命啊 不要回来 为什么只追着他们跑呀 我要吃 四季二季狼 你别过来啊 你想吃蘑菇 我 我全部给你好了 我明白了 因为毒蘑菇 我在他们身上 菊汐 你先拖住三四郎 好 爪爪 跟我来 我知道解药在哪儿 你们是不是用空间球 收集了所有的毒蘑菇 关你什么事 这些毒蘑菇里 可能有治疗三四郎的解药 这 现在毒蘑菇在你们身上 如果不治好它 它只会一直追着你们 其实它坚持不了多久了 拉不住了 卡卡 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 炸烂人 得尽快让它吃下苏小菇 要不然它会把身体撑破的 大家一起找发光的绿色的蘑菇吧 呜 怕 被剩住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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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看我的 嘿 大鴿子 这里有好吃的 啊 啊 啊 好吃好吃 成功了 太棒了 趁他们不注意 我要把这些毒魔鬼都带走 不捡了不捡了 你们放了我吧 我们还会再见的 撤 谢谢你们 如果不是你们 毒蛊灵就毁掉了 我要送你们一个徽章作纪念 谢谢你们拯救了毒蛊灵 不用客气 大家都是为了保护巨树森林 互相帮助而已 虽然还不知道 他们抢毒蘑菇的目的是什么 但无论如何 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他们逃向了棕熊里地 可你们是老虎 去那里的话 我担心会有麻烦 你们一定要小心 拉了第二十七次了 团队大人 我不 我要的七星菇呢 七星菇 应该 应该被三四郎吃了 吃了 都怪三四郎贪吃 把整个毒蛊灵的毒蘑菇都吃完了 这都是三四郎的责任 跟我没关系啊 找到了 这就是七星菇的包子 其实这都是我的计划 故意让三四郎吃掉所有毒蘑菇 才摘上了七星菇的包子 反正东西到手了 你们赶紧到棕熊里地区 把最后一样东西找到 这样我们就能彻底摧毁巨树森林了 这次挑战的棕熊主长的玄体项链 团长要的物件物品就极其了 听说项链是用棕熊领地特有的金属制造的 很久之前 棕熊发现了这种金属 才做出了一批很厉害的机车 我有办法 可以让棕熊乖乖地把项链交出来 什么办法 快说 我用十条限量版项链 换代一条限量版 这么好的买卖 他绝对肯换 真是可惜了我这些宝 人家戴项链可不是为了打扮 咱们还是想办法潜入熊族 趁他们组长不注意 把项链偷了 想搞破坏 先过我这关 又是你们这两只讨厌的老虎 把五星给我 让你们见识见识全新的爆裂年代 别挣扎了 这是加强版的爆裂年代 可没那么容易甩掉 就是 只要碰不到水 你们一辈子也别想甩掉 看看 那边 笨蛋 你把解救办法都告诉他们了 这次真的谢谢你 这子弹遇到水就脱落了 也不是很厉害吗 你过来啊 我留意到你开枪的角度 并不是垂直向上 而是向后倾斜的 所以 子弹落下的位置应该是 这下看你们往哪儿趟 放开 刚才撞到什么东西 看这些棕熊的反应应该是他们老大来了 这很可怕 可恶的老虎 谁允许你们来我们宗生的领地 我们刚才听到一伙外星人准备对付熊族 要偷你的项链 所以要阻止他们 哼 五族果然满嘴谎言 连外星人都变得出来 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真的 那些外星人在收集一些东西 背后肯定有大阴谋 不得不防啊 确实要防 就该防你们这些狡猾的虎族 在这里散播谣言 还偷我项链呢 我看是你们虎族想偷吧 说得好 我们虎族才不狡猾 倒是你们熊族 满不讲理还诬陷我们 我们不服输 我们诬陷你们 我们熊族当年根本没输 当年我们的祖先比赛 机车跃移 明明该是我们熊族赢 进过虎族耍赖 考试舌头先过了终点 这样的虎族 说的话能信 不能信 这怎么就耍赖了 对呀 谁先过终点就算谁赢 舌头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虎族没有违反规则 你们老虎可以把头伸得 比轮子还靠前 舌头又比我们长 靠这种旁门左道赢了比赛 还想调变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怎么 想动手 来呀 我大壮就没怕过谁 我的爸爸疼 爸爸怪 爸爸最怕宝哭了 咱们回去吃糖 我现在就想吃 阿宝不哭不哭啊 看爸爸变脸 爸爸再变 你先把道理说清楚 再去哄孩子 我今天暂时帮过你 别再靠近熊族的灵力 你 你干嘛不让我把话说完 盗猎团要潜入熊族 去搞破坏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救出他们 不然熊族就要遭殃了 你觉得他们还会听你的吗 熊族那么不知好歹 被盗猎团害了也活该 反正我是不会理他们的 咱们这个样子 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了 多心灵点 别让那些宗熊看出破绽 绝对不会漏馅的 我就当我真的是只河马 这是马轿 河马又不是马 是吧 那我换一个 你还是闭嘴吧 一会儿看我表演 出发 得赶紧把糖给阿宝送过去 不然他又哭个不停 心情好吧 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你们怎么了 我们已经今天没吃东西了 真可怜 你们跟我来吧 我这儿有很多吃的 谢谢 谢谢 这些应该够你们吃了吧 不够的话 这每一股汤做成汤物 我给你一点没减少 快拿它项链 怎么没有 他不是组长吗 你们围着我爸爸干什么 我们是你爸爸的朋友 你爸爸睡着了 怎么别吵醒他 让他多睡会儿 骗子 爸爸是个骗子 还说让我自己玩一会儿项链 马上就来陪我玩 你爸爸太累了 特地派我来陪你玩呢 真的 太好了 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 我要玩 我要玩 你把眼睛闭上 然后双手着你 然后呢 这个游戏不能睁个眼睛大 你闭上 你闭上 手不能离地 然后 然后来抓我 这个好玩 让我听听 你们到底躲在哪里 抓到了 我赢了 每次都是你关键时刻掉链子 你怎么了 你不喜欢刚刚的游戏吗 不太喜欢 我喜欢玩项链 你演得太生意了 会不会发现的 这个好玩吗 这也行 我还是放心不下熊族 万一被盗猎团混进去 就麻烦了 他不是说我们虎族指挥旁门左道吗 让他们自己对付盗猎团去吧 项链都给你了 给你们陪我玩了 他们 不行 你们说过不许我玩的 这熊族也真是的 什么声音 不不不 我们跟你玩 来 先去 好 起起 你现在把眼睛闭上 过来抓我们 好啊 没想到任务这么顺利就完成了 嘿嘿 哎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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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目的 说 我们的目的 就是那里 想跑 给我追 看来上次你们没有骗我 我错怪你们了 作为道歉 我得好好招待你们 那倒不用了 你们没事就好 我说留下就留下 我大壮不欠虎足的情 你有没有礼貌啊 我 既然这样 就谢谢你了 终于把最后一件物品拿到手了 咱们赶紧回去 是 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马上动身吗 团团 至少得等我们下来啊 团长大人 我们拿到最后一件物品 玄铁项链 很好 加上这条玄铁项链的一些金属成分 所有东西都结齐了 团长大人 你要我们收集这些东西干什么 团长大人 当然有它的完美计划 嘿嘿嘿 团长大人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要收集这些东西做什么呢 只要收集了古老的树藤 百花树的花蜜 独孤的包土 臭油的臭鸡 和玄铁巷链的金属元素 就能分析出 巨树森林的环境特性 我们就能做出 针对巨树森林的最强武器 白树窟 白树窟 只要碰到白树窟 巨树森林就会马上枯萎 失去树林保护的动物 就没地方躲藏 我们想抓多少就抓多少 白树窟说好了 你们马上去回掉巨树森林 记住 先把强大的熊组抓起来 这样计划就会更好的实施 是 团长大人 我们应该把巨树森林 彻底毁掉 你的项链被偷走了 赶紧去追回来吧 不着急 先吃饭 吃饱了才有力气去追 来 不用客气 就当自己家一样 好丰盛啊 我怕吃不完呢 这碗是阿宝的 这才是你们的 这是一碗 应该吃得差不多了吧 对了 你们是怎么进入巨树森林的 我们是无影草原那边过来的 森林里太大了 我们走了很久 走过来 试试开机车嘛 能教教我们吗 当然 兄弟们 露两手 这是什么招式 这是高难度的 感动动作 太厉害了 这好像不是表演 是谁 又是 你们偷走我的项链 居然还敢自己送上门来 把项链拿回来 熊族力量强大 而且项链已经被盗猎团偷走了 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来挑衅的 大众 等一下 大家等一下 大家等一下 还能什么 不能让他们跑了 都吃饱了没 吃饱了 好 走啊 我们快跟上 我们跟丢了 机车经过的地方 都会留下新的车轮印 我们可以顺着车轮印追上他们 慢一点也要追上 走吧 我们要小心 盗猎团肯定有什么阴谋 据说四年里我们最强 选你们束手叫擒 没错 束手叫擒的是你们 这些熊真笨 难得任务这么顺利 危险 快离开这里 不放弃 不放弃 熊族们 我们来吧 你们怎么 都是我的啦 是什么 卡卡 上 把他们交出来 先别管他们 抬上东西 先撤退 都怪我太冲动 害他们冲进陷阱里 连机车都没有了 至少你的机车还在 一定能救他们回来 大猪 阿宝都担心你了 他连糖都不吃了 好 我还要保护阿宝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们也要帮忙 等我们把整座巨树 孙明达下后 再一并交给团长大人 是 老大 到时候 我一定能收到团长大人的赞扬 哈哈哈哈 那下一步该怎么做 这还有我吗 少了棕熊艺术碍事 轮到我们这瓶 威力无穷的百树窟上场了 哎呀 要是树木枯掉 没有树叶遮挡 太阳会晒伤我皮肤的 现在就去森林中心 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我们有更厉害的机车了 改造过后 这些机车比飞船更方便 我们穿新森林 去撒百树窟了 三四郎别偷懒 还不快去上车 我已经再努力了 哎 算了 三四郎 你就留守亲力吧 嗯 找到了 这种大事 我怎么能不去 等着吧 这树森林 就要变成巨大荒漠了 嘿嘿嘿 我修好了机车外壳 也改进了电路 大壮你试试 啊 这里怎么还有一辆 这里地形复杂 我们开机车也会更方便 哇哦 我要开 嘿嘿 正好测试一下性能 哇哦 太痛快了 这机车真好 对吧 看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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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壮 漂亮团来了 我们一起上啊 嗯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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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森林里开机车容易发生意外 所以很讲究对形彼此照应 到时我就在后面给你们电后 好的 没问题 大壮 你有办法和其他熊族联系上吗 嗯 安静 是兄弟们的机车 啊 啊 我不不及待地想看到百树谷撒下后 巨树森林化为一堆空木的样子 看这里的军民能到哪里去啊 哈哈哈哈 什么 抢了兄弟们的机车 还要破坏巨树森林 嗯 连其他居民都不放过 啊 无法有我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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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真开始 三四郎 丁丁丁丁 去解决他们 嗯 嗯 爸爸 再来一次 啊 来不了了 爸爸闪着腰了 别想跑 White Vanessa 琴琴 你还太快啦 哇 真是的 我就不幸追不上你 菊菊 救我 对对 关机车 莫全身专家 比比达 撕撕了 他们要干什么 可恶 再这样下去不但救不回族人 巨树森林都会被他们毁掉 我要去单挑万行人救回大家 阿宝 快下来 很危险的 你还没到可以开机车的年纪 对啊 你一个小瓦帮能做什么 阿宝 你单打独斗怎么能对付他们一个小队 你们刚才不也是单打独斗吗 我可是很强的 一定能赢 阿宝说得对 我们刚才输给银河盗猎团 是因为单打独斗没有配合 也没有好好利用周边的环境 才被他们处处克制 大众 你最熟悉这里的地形 哪里拐弯 哪里有坑 你最清楚 等一下你带路 万美 一会这样 这样 让我这样 还没吃过骨头吗 大笨熊 还没吃过骨头吗 大笨熊 爬下 别让他们打狗 嘿嘿 想过去 先过我这关 怎么会这样嘛 嘿嘿 啊 怎么会这样啊 是啊 怎么会这样啊 它在绕圈我们一直抢不到它前面去 我有办法 你继续堵它 是谁的快递到了 快出来看一看 是我的快递 谢谢 原来是我的快递到了 追 一定要追回来 能不能完成任务权指望它了 竟敢这样对我 别跑 三四郎 有空间球对付它 是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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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呀 这两只老虎为什么没有被吸到空间球里 我们的空间球全部用完了 刚才丢出去的全是装着熊的空间球 谢谢啦 对不起 那这下该怎么办呢 可恶 快追 只要把百数空拿回来 我们才能帮回这局 可恶的老虎 可恶的熊 下次我一定会帮助你们呢 兄弟们吃苦了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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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老大救了我们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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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冲 你看 是我的项链 竟然还能找回来 兄弟们 动手 用我们熊族的礼仪 谢谢卡卡和琪琪 你要干什么 谢谢许品 你吃 platinum 怎么不吃 我没吃完了 不用 好